西晋灭亡后 华夏进入到东晋时期 实际上 东晋和五湖十六国是并行存在的 五湖指的是 匈奴、鲜卑、杰族、低族、枪族 五个少数民族 这些少数民族内部又分成不同的部落 他们前前后后建立了十六个政权 史称十六国 十六国可以概括为 五粮、四燕、三秦、二兆、成汉和夏 十六国并非在西晋灭亡后才开始建立的 早在公元304年 敌人李雄就建立了成汉 匈奴人刘渊建立了汉 其余的十四个政权则在西晋灭亡后建立 由于多个政权并存 彼此之间互相交织 错综复杂 为了更清楚地讲述这段历史 需要经常在不同时间点和故事线上来回跳跃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这段历史 西晋王朝灭亡后 整个华夏大地已经是满目疮痍 由于各路人马攻破城池后 动不动就屠城 百姓们整日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中 为此 他们打算离开中原 到其他地方寻求生路 在安土中迁的封建王朝 搬家需要很大的决心 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迈出这一步 当时百姓们的逃往方向主要有两个 一部分人逃到了西凉地区 另一部分则逃到了东北地区 西凉刺史张鬼是汉人 对于前来避难的百姓 他设置了五星郡来安置他们 当时占据东北地区的是 鲜卑慕容部落 部落首领叫慕容伟 作为少数民族的首领 慕容伟非常崇养中原文化 此前他一直想邀请中原名士 到鲜卑部落任职 但没人愿意前往 如今 他在接纳中原流民的同时 也在其中挑选一些有文化的人 作为自己的幕僚 这个举动非常有先见之名 为后续鲜卑慕容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与百姓们逃跑方向不同的时 晋朝幸存的士族官僚 选择了往南方搬迁 士族官僚作为社会上层群体 他们对西北少数民族 这种荒蛮之地不感兴趣 在选择搬迁目的地方面 他们更倾向于江南这种温婉之地 早在西晋灭亡之前 狼牙王司马瑞 就被任命为安东将军 都扬州诸军士 他的府邸就设在建康 建业就是如今的南京 司马瑞初到建康时 当地的名门望族并不待见他 后来在幕僚王岛的悉心指导下 司马瑞任命江东士族子弟 在军中任职 逐渐打开了江东的局面 司马瑞在江东的成功 为中原士族做了一次示范 因此当西晋灭亡后 豪门士族便举家往南方搬迁 此次搬迁被称为衣冠难度 这其中包括狼牙王室 颖川巡室 陈骏谢室等名门望族 此次搬迁的人口 约占北方总人口的八分之一 是华夏历史上一次比较大的人口 整体迁徙 加之去往西北、东北方向的人口 整个中原地区已经是十世九空 中原人口搬到南方后 仍然选择聚众而居 同一个地区的人抱团居住 后来东晋建立后 为了安抚搬迁而来的人口 朝廷允许他们使用以前居住的 居民来称呼新的地方 在晋朝以前 黄河流域的整体生产力 要远高于长江流域 在春秋时期 占据长江流域的楚国 还被视作蛮荒之足 到了晋朝 长江流域的生产技术 依然不如黄河流域 此次衣冠难度 不仅给南方带来了多样的文化 也帮当地实现了生产力跃升 在晋朝时期 由于全国人口十分稀少 土地并不是稀缺资源 加之北方人 特意避开南方土著的聚集区 转而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去开发 当时 吴骏健康一带开发的较早 城市规模比较成熟 为了避免和当地人产生冲突 北方人把目光转向了 浙江福建一带 就这样 南北两大士族集团 通过地域来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 最大化的消除矛盾 人类文明发展到晋朝时期 中军爱国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对普通百姓来讲 如果不依附于一个政权 就会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哪怕这个政权会对他们征收沉重税赋 百姓们也觉得理所当然 只有被他人奴役 才会觉得心安 这是千百年的封建统治 给普通百姓树立起来的价值观 对士族官僚阶层来讲 一个合法的政权 能让他们继续享受既得利益 在这两种心理的支配下 关于恢复晋朝政权的呼声 也变得越来越大 晋朝是司马家族建立的 要想恢复晋朝政权 就得寻找司马家族后裔 此时在江东具备一定名望的 狼牙王司马瑞 成为大家推崇的首要对象 当初长安失守的消息传到江东时 时任丞相的司马瑞十分悲痛 他当即发布讨贼习文 号召各路诸侯一起往长安聚集 收复失地 但司马瑞此次只是表演一番 他并不是真心想北伐 当他匆匆忙忙穿上铠甲 准备往长安进发时 他的部下前来汇报说 运粮队伍迟迟没到 大军无法出行 司马瑞听后大怒 将负责运粮的都运使 斩首示众 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准备如此大规模的北伐之前 肯定会先吊集粮草 司马瑞如此着急想行军 并非是报国心切 而是纯粹的作秀 司马瑞的部下知道他的意图 但没人敢戳穿 王岛为了给司马瑞台阶下 把钓运粮草的罪责 全部揽到自己身上 自此之后 便没人主动提起北伐之事 公元317年2月 红农太守宋哲前来投靠司马瑞 他此次前来还拿了一份诏书 宋哲声称 此份诏书是晋敏帝去世前 亲手交给他的 诏书中写道 让司马瑞统领国家 择机收复旧都 报仇血恨 此份诏书是宋哲伪造的 当初汉兆军队攻打红龙军时 宋哲为了保命弃城而逃 他为了掩饰逃跑行为 伪造了一份诏书前来投奔司马瑞 声称是为了宋诏书 而不得不弃城而走 司马瑞知道这份诏书是假的 但他不在乎 眼见有人前来捧他的场 他便顺水推舟 接受了这份好意 司马瑞身穿素衣 对着西晋首都的方向 挨到了三天 在此期间 晋朝旧臣屡次劝他称帝 对此 司马瑞坚决不受 并做出一副逃跑的样子 后来在大臣们苦口婆心的劝说下 司马瑞表示自己不能称帝 但为了顺应民意恢复晋朝政权 他暂时以晋王自居 当年三月初九 司马瑞正式集晋王位 定都建康 宣布晋朝政权正式回归 后世将这段政权称为东晋 国家刚刚成立 最重要的事情便是修生养息 为此 司马瑞下令大力发展农业 军队暂时停止对外征战 将精力放在耕种上 司马瑞通过一系列举措 暂时稳定住了局面 当司马瑞及晋王位的消息 传到西北刘昆和幽州太守 段匹迪那里后 刘昆当即表示 全力支持司马瑞 并派自己的外甥温乔 到建康给司马瑞送了一封 180人的联名表奏 刘昆在表奏中劝司马瑞称帝 但司马瑞并未接受 继续以晋王身份执政 但司马瑞内心对做皇帝一事 是非常渴望的 之所以没有称帝 是因为当时晋敏帝只是被俘虏 依然在世 如若贸然称帝 则会被人受以化饼 公元317年12月20日 在汉赵皇帝刘聪的折磨下 年仅18岁的晋敏帝 在平阳去世 次年3月 晋敏帝遇害的消息传到了建康 司马瑞听后痛哭流涕 他穿着素衣 对着晋敏帝遇害的方向哀悼 司马瑞是否为晋敏帝的去世悲伤 不得而知 但晋敏帝的去世 为他称帝扫除了障碍 三天之后 司马瑞结束了哀悼 然后登基为帝 史称晋元帝 司马瑞能成功登基 离不开王岛的帮助 王岛和堂兄王敦 是狼牙地区的名门望族 古狼牙是现在的山东省林仪式 诸葛亮的故居宜南县 便隶属于林仪式 狼牙王室的开创者 是西晋时期的王翔 著名的成语典故 卧兵求礼便来自王翔 王翔后来在西晋担任太保一职 王岛是王翔同父异母兄弟的孙子 从小就接触达官显贵 当时狼牙是司马瑞的封国 王岛就是在这个时期 结识司马瑞的 后来司马瑞来到江东后 王岛通过左右逢源 说服了江东地区的世家大族 让他们支持司马瑞 这才使得司马瑞在江东 站满了脚跟 基于这层关系 司马瑞对王岛十分重视 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幕僚关系 更像是萧和和刘邦之间的关系 王岛的堂兄王敦 凭借在军事方面的才能 被司马瑞重用 都督六州军事 整个东晋的兵权都在王敦手中 此时的王岛 王队在东晋朝堂上呼风唤雨 当时称王氏兄弟与司马瑞之间 是王与马共天下 让我们把目光转到另一边 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汉兆虽然极力向中原文化靠拢 但时常会露出蛮族的荒诞 汉兆皇帝刘聪登基后 行为方面缺乏约束 便彻底放飞了自我 善太后是刘渊第二任皇后 她去世时 善太后依然年轻 家之颇具姿色 所以引起了刘聪的垂涎 不久后 刘聪就与善太后私混在一起 虽然刘聪对宫中内侍三令五身 不许他们泄露消息 但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 刘聪与善太后私混一事 很快传到刘义耳朵里 刘义是善太后的儿子 当初太子刘和被杀后 刘义作为嫡长子 比刘聪更具备继承资格 但因刘聪手握兵权 刘义不得不放弃皇位 刘聪登基时 立刘义为皇太帝 并承诺 待刘义长大后 会还政于他 如今 刘聪不但没有还政的意思 还霸占善太后 这让刘义非常难堪 刘义不敢制造刘聪 于是便指责自己的母亲善太后 用汉人的伦理道德 把善太后批评得体无完肤 善太后自知羞愧 她无法面对刘义的指责 又摆脱不了刘聪的控制 后来自杀身亡 善太后的死 让刘聪对刘义产生了愤怒 只是碍于刑事 没有废掉刘义的皇太帝身份 此时 刘聪已经策立刘灿为皇太子 虽然刘义的皇太帝身份 只是一种摆设 但刘灿觉得 他的存在对自己是一种威胁 一旦刘聪去世 刘义就能以皇太帝的身份 出来竞争 为了稳固自身位置 刘灿决定除掉刘义 刘灿的母亲忽言皇后 经常在刘聪耳边吹风尽蝉 让她废掉刘义 刘聪知道 刘义是一个潜在威胁 在忽言皇后等人的挑拨下 刘聪决定 刺激对刘义动手 刘义的舅舅 善冲察觉到刘聪的态度变化 他让刘义辞去皇太帝的位置 以免遭受杀身之祸 刘义觉得 刘聪是在捕风捉影 他不想失去竞争皇位的机会 便没同意 此时 太傅崔伟和太保许霞等几个重臣 也察觉到事情不妙 他们一直拥立刘义 于是建议刘义先下手为强 当初刘聪立他为皇太帝 只是做做样子 根本没打算传位于他 如果不趁机发动政变 杀死刘聪 将来只会性命不保 刘义性格比较懦弱 他一听要发生流血事件 瞬间打了退堂鼓 并斥责崔伟等人不可再提及此事 就在刘义犹豫之际 刘聪安插在他身边的细作 将刘义密谋之事告诉了刘聪 刘聪得知后大怒 立刻将崔伟和许霞处死 并将刘义软禁在宫中 正所谓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刘义想竞争皇位 但又不具备霹雳手段 想凭借一个皇太帝的虚名 来和别人的刀枪搏异 结果事情不成 身边亲信也受到连累 处理完刘义的事情后 刘聪又沉溺于后宫淫乱 朝政大事都交给太子刘灿处理 时任忠护军的进准和刘义有矛盾 他见刘义被软禁 便去劝说刘灿将其除掉 对刘灿来讲 只要刘义不死 就始终对他的皇位产生威胁 在进准的劝说下 他决定对刘义动手 公元317年 刘灿收买了刘义的亲信 让他前去告诉刘义 说是平阳城内发生叛乱 让他穿上铠甲出城躲避 刘义没有怀疑自己亲信 当即穿上铠甲带着武器出门 与此同时 刘灿禀报刘聪说 刘义准备谋反 现已穿盔甲准备动手 刘聪听后大怒 当即派人前去抓捕刘义 刘义被捕时 还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刘灿的阴谋 刘义被抓后 尽准亲自审讯 他用惨无人道的手段 折磨刘义等人 终于刘义的臣子眼睛都被挖了出来 最终刘义被迫承认谋反 刘聪下令将东宫人员全体坑上 总计一万五千人 之前被刘灿收买的刘义亲信也被杀死 这也说明 叛徒的下场一般都会很惨 刘义的母亲善太后 是低族部落首领的女儿 眼见刘义被杀 低族联合枪族集结大军前去讨伐汉赵 刘聪派进准为前去评判 进准虽然心思不正 但具备一定的军事才能 他很快平息了这场叛乱 无涌无谋的刘义 成为政治斗争的亡魂 平息完叛乱后 刘聪继续沉溺于后宫 此时的刘聪已经不满足于从民间选美 而是直接从大臣身上下手 他先是将大臣刘因的四个孙女和两个女儿 同时纳入宫中 又将进准的两个女儿 靳月华和靳月光封为上皇后和右皇后 后来又把宦官中常室的养女们纳入宫中 封为左皇后和中皇后 刘聪执政时一共封了八位皇后 华夏历史上的昏君有很多 刘聪是封皇后最多的 这八位皇后就像抽水机一样 不断榨干着刘聪的身体 在他们的摧残下 任何补品都无济于事 公元318年7月 刘聪终于倒下了 他自知十日无多 临终前任命刘耀为丞相 任命石勒为大将军 让他们进京前来辅政 但石勒和刘耀选择留在封地 坚决不进京城 无奈之下 刘聪又任命了五位辅政大臣 让他们轮流执政 此前平乱有功的尽准 被任命为大司空 兼任私利校尉 手里握有重兵 安排完人事任命后 没过几天 刘聪便撒手人寰 结束了荒淫的一生 刘聪死后 太子刘灿继位 刘灿登基后 延续了父亲的光荣传统 在淫乱方面 更胜父亲一筹 在为刘聪扶桑期间 刘灿就和皇太后 晋月华私混在一起 十年不满二十岁的晋月华 成功将刘聪父子 俘虏在石榴裙下 尽准眼见自己的女儿 如此有手段 并萌生了废掉 刘灿自立为王的想法 为了让刘灿听从指挥 尽准让自己的两个女儿 在刘灿面前尽献谗言 说刘聪留下的辅政大臣 打算拥立刘灿的弟弟 刘济为皇帝 此时的刘灿 已经被晋氏姐妹 迷得神魂颠倒 他当即下令 处死了大司马刘济等 一干人等 太父朱继和尚书 令范龙提前获悉了消息 连夜逃出京城 前去投奔驻守长安的刘耀 杀掉辅政大臣后 刘灿为了能全身心 与晋氏姐妹淫乱 他任命晋准为大将军 让他全权处理朝堂大事 随后 晋准伪造诏书 晋康为魏将军 就在刘灿还沉溺于温柔相识 晋准带兵直接冲入皇宫 当众宣读了刘灿几十条罪名 然后将其一刀砍死 随后 晋准又将刘灿的亲信 全部斩杀 一时间 整个京城都弥漫着血腥 杀掉刘灿后 晋准又命人将刘聪的坟墓挖开 将他的手机砍了下来 毁掉了刘氏宗庙 杀掉刘灿后 晋准自封为汉天王 行使皇帝的权力 随后 晋准又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他说 自古至今没有胡人做皇帝的传统 他命人将传国玉玺 和晋怀帝 晋敏帝的灵鹫送回东晋 晋准是匈奴人 一直以来对汉文化很感兴趣 对汉人的礼制 以及君臣之礼非常推崇 他毁掉刘氏宗庙 送回二帝灵鹫的举动 都是为了向晋朝称臣做准备 驻守长安的刘耀 听到平阳内乱的消息后 当即率军前来讨伐 不久后 石乐也得到刘灿被杀的消息 也命人前去攻打尽准 在刘耀前往长安的途中 恰好碰到了 从京师跑出来的太保忽颜艳 忽颜艳告诉刘耀 平阳城内的刘氏皇族 已经全部被杀 他劝刘耀即刻登基称帝 延续汉赵政权 刘耀没有过多犹豫 当即登基称帝 为了拉拢石乐 他任命他为大司马 同时加九西 并封他为赵公 眼见刘耀和石乐同时来征讨 尽准自知不敌 便萌生了投降的心思 由于尽准在政变的过程中 杀死了刘耀的母亲和哥哥 如果向刘耀投降 肯定是死路一条 此时的石乐 虽然名义上还效忠于汉赵 实际上已经自立山头 于是他打算向石乐投降 为此他派出自己的使者 前去启祥 但石乐并未答应尽准的投降 反而把前来请祥的使者 抓起来送到了刘耀跟前 石乐此举是想让刘耀明白 尽准怕的是石乐并非刘耀 刘耀知道石乐的用意 他告诉尽准的使者 如果尽准是真心归降 等他入城后 会把朝堂大事全部交给尽准处理 说完便把使者放了回去 使者回到平阳后 把刘耀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了尽准 尽准不是傻子 他知道 刘耀只是缓兵之计 以刘耀的性格 不可能放过尽准的杀母之仇 就在尽准犹豫之际 以尽康 尽鸣为首的将领急于向刘耀投降 于是杀死了尽准 当初尽准一手将他们两人提拔上来 没想到最后却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杀死尽准后 尽鸣等人向刘耀投降 石乐得知尽鸣投降的消息后大怒 他带领自己的侄子石虎 对平阳展开了凶猛的攻击 石乐和石虎都是猛将 在他们的强大攻势下 晋鸣不敌便带领士兵们弃城而逃 转而前去投奔刘耀 刘耀见晋鸣守城失败 命人将晋氏宗族全部斩杀 为刘氏皇族报了仇 刘耀的这个行为也说明 此前答应尽准投降只是一个谎言 当时的尽准面临的是一个死局 石乐攻破平阳后 为刘渊和刘聪修整了墓地 毕竟当初刘渊对他有恩 随后 石乐命人对整个皇宫洗劫一空 临走前将皇宫复制一聚 随后带着战利品回到了乡国 刘耀见平阳城已经成为一片废墟 便将都城迁往了长安 此前刘渊建立的政权被称为汉 刘耀迁都后改国号为赵 后世将刘耀建立的这段政权称为汉赵 也称作前赵 相较于刘渊时期的疆域 此时的汉赵仅剩下关中 红农郡 上洛郡 河东郡等地 成为皇帝后 刘耀封晋汇帝司马忠的遗孀 杨献荣为皇后 封刘夕为太子 刘产为太元王 刘夕为常乐王 这三人都是杨献荣与刘耀所生 杨献荣出身于名门望族 长得国色天香 当时为了政治联姻 嫁给了智障皇帝司马忠 后来经历多次宫廷政变 人生经历了多次大起大落 此时的杨献荣 已经是一个政治智商非常成熟的女人 刘耀曾经问杨献荣 她与司马忠相比如何 杨献荣告诉刘耀 司马忠是王国之君 而刘耀是开国之君 司马忠不足以与她相提并论 在遇到刘耀之前 她从未见过如此雄伟的大丈夫 这番话听得刘耀神清气爽 对男人来讲 征服角色女人带来的成就感 不亚于建立一个国家 刘耀虽然非常残暴 但她并不是一个莽夫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 她精通汉族的书法 还比较擅长写文章 可谓是文武全才 成为皇帝后 刘耀还在继续拉拢石勒 他派人倒想过加封他为赵王 并赐给他皇家专用的马车 为了留住石勒 刘耀几乎倾尽了一切 就差把皇帝之位拱手相送 对此 石勒也并未拒绝 他派长使王修到长安前去答谢 这本来只是走个流程 但随王修一同前往长安的曹平乐 被长安的繁华所折服 他想留在长安为官 不想跟随王修回乡国 曹平乐为了能够留在长安 他上书刘耀 说王修此次前来 是为了探查长安的虚实 待他返回乡国 向石勒汇报后 就会派兵前来攻打 刘耀虽然是文武全才 但他手下的人才非常匮乏 否则也不至于对石勒如此拉拢 在石人看来 石勒迟早会自立门户 刘耀对此也心知肚明 只不过想尽量拖延与石勒为敌 曹平乐的话让刘耀觉得石勒想先下手为强 于是果断杀死了王修 并给予曹平乐高官厚禄 王修被杀后 他的副使刘帽逃过一劫 连夜快马加鞭逃回了乡国 并将王修被杀害的经过详细告诉了石勒 石勒听后大怒 命人杀了曹平乐三组 然后当着众人的面表示刘耀能称帝 离不开他的支持 石勒的侄子石虎和首席谋臣张斌 知道他有称雄之心 便趁机劝他称帝 对此石勒并未答应 后来在众人的劝禁下 石勒效仿曹操 自称大将军兼纪周末 公元319年11月 石勒正式登基为赵王 石勒建立的这个政权被称为后赵 后赵也是五湖十六国时期第三个建立的政权 石勒登基后 任命张斌为百官之首 石虎为蝉于元府 负责皇城的禁卫军 石勒身边还有一位名叫佛屠城的高僧 石勒尊他为国师 由于佛屠城的存在 致使后赵时期的佛教徒孟曾 石勒非常尊重汉人士族 他的首席谋臣张斌便是汉人 张斌在治理国家方面很有建树 他模仿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政治 为后赵建立了一套选官制度 为后赵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才 相较于刘耀的文武双全 石勒是一个目不时钉的人 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能主 石勒经常让人给他读汉书 通过了解过去帝王的行为 来指导自己如何执政 石勒是胡人出身 因此非常忌讳胡子 所以后赵的政府公文中一律严禁出现胡子 当初张谦出使西域时把黄瓜引进了中原 因为从少数民族引入 遂将这种瓜称作胡瓜 为了避讳时乐 后赵将胡瓜改为黄瓜 这便是黄瓜名字的由来 在五湖十六国时期 鲜卑是一个存在感很强的民族 鲜卑内部又分为慕容部 宇文部 拓跋部 起伏部 突发部 断部 和土玉魂 鲜卑部落的发迹 可以追溯到司马懿时期 当时部落首领黄沪拔 跟随司马懿到辽东征讨公孙渊 因为立下战功被封为帅翼王 后来黄沪拔的孙子慕容社归 把部落迁到了辽东地区 整个部落也逐渐汉化 慕容社归有三个儿子 分别是慕容伟 慕容运 和土玉魂 其中土玉魂是长子 但因为他的母亲不是正式 慕容社归死后 慕容伟成为了继承人 慕容伟自小就接受汉人文化 对晋朝一直非常忠诚 西晋灭亡后 慕容伟积极接纳中原前来逃难的百姓 并任用其中比较有能力的人为官 司马瑞继位后 为了表彰慕容伟的举动 封他为龙襄将军 都辽左朱军士 因为对汉人比较友好 慕容伟在当地树立了不错的口碑 由于中原百姓相继过来投奔 致使慕容伟遭到了他人的妒忌 时任平州刺史崔碧 为了与慕容伟争夺人口 他联合段部与文部和高沟黎一起攻打慕容伟 慕容伟自身战斗力十足 他的儿子慕容汉 慕容慌 也都是勇猛的汉将 面对三陆大军集体来讨 他们丝毫不畏惧 并成功将对方打退 司马瑞见慕容伟如此勇猛 一心想要拉拢 于是派人加封他为车骑将军 兼任平州牧 这次胜利 为慕容伟日后崛起打下了基础 在五湖十六国当中 第四个政权叫做钱梁 钱梁的建立要从梁州刺史张石说起 当长安沦县静敏帝被俘后 南洋王司马堡也打算称帝 但张石觉得 司马瑞的血统要比司马堡更加正统 于是姚尊司马瑞为帝 并坚守梁州这片区域 生逢乱世 各种旁门左道的人都会倾巢而出 当时在梁州境内 有一个善于旁门左道的人 名叫刘洪 凭借一些江湖戏法 刘洪将自己包装成神仙下凡 一些不明真相的百姓被他麻痹 经过口口相传之后 刘洪逐渐被神化 追随他的信众多达上千人 这其中就有长使的下属 帐下都严社和衙门将赵阳 刘洪眼见自己的信众越来越多 便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想在梁州称王 于是他告诉自己的信众 说他受到上天的旨意 让他统领梁州 严社和赵阳对刘洪的话深信不疑 并主动提出杀掉张石 拥立刘洪为主帅 严社等人密谋杀害张石的事情 被张石的弟弟张茂得知 他立刻将消息告诉了张石 张石派部将使出前去捉拿刘洪 使出领命后直奔刘洪的住处 就在此时 严社等人趁使出离开 来到张石的住所将其杀死 使出抓到刘洪后 直接将其无马分尸 眼见刘洪被大卸八块 他的信徒才明白 他根本不是所谓的神仙 随后 使出又带人将刘洪的党羽 全部诛杀 但刘洪的死 并未让张石死而复生 梁州是一个战略要地 不能一日无主 后来在众人的推举下 张茂继承了张石的位置 公元320年6月 张茂正式接任梁州刺史 并自称西平公 此时的梁州名义上 还归晋朝管辖 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政权 后来张茂建立了梁国 史称钱梁 当初司马瑞听闻 晋敏帝被俘的消息后 曾假装起兵前去攻打长安 但这只是一场作秀 司马瑞从未想过北伐救国 但并非所有人都喜欢作秀 西晋旧臣祖替听闻 长安陷落的消息后 便积极地招兵买马 为北上光复中原做准备 祖替出身于名门望族 他的祖辈一直都在朝中为官 而且官职都不小 但祖替从小失去父母 成长之路颇为艰辛 成年后的祖替结识了刘坤 两人为了相互鼓励 每次天还未亮 听见鸡叫后就起床练功 文姬齐武的典故就出自于此 后来祖替投到司马炯门下 并积极为司马炯出谋划策 司马炯在八王之乱中被杀后 他转投到长沙王司马懿的手下任职 没过多久司马懿被杀 他又到司马赤府中做事 后来他又辗转为司马颖 司马忠等人效力 结果这些人都不是能主 祖替未能实现自己的报复 司马瑞登基后 他派人将祖替寻来 并任命他为徐州刺使 至此祖替算是在朝堂上站稳了脚跟 站稳脚跟的祖替 多次上书司马瑞请求北伐 此时的东径刚刚建立 国本十分虚弱 根本无力北伐 但司马瑞又不能拒绝祖替的请求 于是拨给他一千人的口粮和布匹 让祖替自行去招募士兵 祖替知道国库空虚 他拿着这些物资 带着自己一百多名救部北渡长江 当船在长江上行至一半时 祖替拿起船桨用力拍打船只 然后对着长江发誓 一定要光复近视 他的部下被他的豪情所感染 纷纷表示愿意为国捐躯 祖替的这个举动 也是成语积极中流的来源 不得不说 祖替在制造成语方面 还是比较有天赋的 后来 祖替招募了两千多人 一路向北进发 并成功拿下了桥城 进入了后赵的地盘 石乐听闻祖替占领桥城后 派石虎前去围攻 祖替向中郎将王涵求助 王涵派桓轩前来相助 桓轩与祖替内外夹击 将石虎打得大败 祖替见桓轩如此勇猛 遂上书司马瑞让其做了桥国太守 石乐首战被祖替打败 内心十分不甘 随后 他又派石虎和桃报前去祖击祖替 桃报是一员猛将 在他的率领下 后赵军队和祖替形成了对峙之时 就在双方势军力敌之时 祖替派人截断了桃报的良道 致使桃报败退而归 桃报败退至东燕城后 祖替并未放弃追击 继续派人前去骚扰后赵边境 后赵将士们见识过祖替的实力后 不少人前来投降 一时间后赵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后来 祖替又派人前去联络 留在中原的晋朝旧将 告诉他们 现在是亡国灭种之计 让他们放弃内斗 共同来对付入侵的胡人 身处乱世 硬实力最重要 晋朝旧将建祖替一路奏凯 便同意接受他的指挥 当初祖替从一个几百人的校队伍 发展壮大为纵横中原的虎狼之师 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军事 才能和人格魅力 祖替深知取得现在成绩不易 为了维持当前的局面 他在对待下属的时候 表现得非常大度 只要有人取得了军功 当即就为他们请赏 绝不故意拖延 将士们在祖替的带领下 士气达到了空前的高涨 祖替乘胜追击 很快将黄河以南的地盘收了回来 公元320年7月 司马瑞为肯定祖替的功劳 加封他为镇西将军兼任豫州刺史 石勒见祖替如此势不可挡 便打算与其和谈 为了表示诚意 石勒命人休弃祖替的祖坟 并派专人守护 石勒派人向祖替谈判 希望双方能停止干戈 并放开边境贸易 由于祖替和石勒是敌对关系 他表面上并不同意通商贸易 暗地里却默许这种行为 进一步增强经济实力 双方在对峙的过程中 祖替和石勒逐渐形成了默契 双方互不收留对方阵营前来投降的人 也不主动挑起战士 在这段时期里 边境百姓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 就在祖替在前线不断取得胜利之际 东进大后方出现了不安定因素 司马瑞能在江东称帝 王岛和王敦兄弟两人功不可没 王岛为人比较低调 凡事以大局为重 而王队为人嚣张跋扈 凭借自己的军功 在朝堂上呼风唤雨 甚至直接绕过 司马瑞自主任命周郡官员 对于王敦的行为 司马瑞非常不满 但碍于王敦手握重兵 才隐忍不放 为了削弱王敦的朝堂上的势力 司马瑞逐渐提拔他人来制衡王家 对于司马瑞的举动 王岛选择了隐忍 而王队则公开表达了不满 他多次借着酒醉 说大逆不道之言 后来 王队和司马瑞之间 在人事任命方面展开了博弈 司马瑞借王敦尚未造反之际 逐渐往核心岗位上 安插自己的亲信 与此同时 司马瑞还不断驾攻王岛 他任命王岛为司空 位列三公 表面上看 王岛的位置提高了 实际上失去了兵权 公元321年7月 司马瑞任命自己的亲信 戴冤为征熙将军 同时都督六州诸军士 司马瑞此举确实起到了牵制王敦的作用 但也给祖替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黄河以南的领土 是祖替白手起家打下来的 他在这里倾注了全部心血 司马瑞的任命 直接让戴冤成为了祖替的顶头上司 祖替取得的成就 都被算在戴冤头上 对此 阔祖替在内的进军将士十分不满 加之 司马瑞与王敦内斗加剧 祖替感到一场内乱即将爆发 这让他的北伐大业化为泡影 不久之后 祖替急火攻心 在遗憾中失去 享年56岁 祖替死后 豫州百姓一片痛哭 纷纷为其悼念 乔国和两国百姓都为他建立祠堂来纪念他 祖替去世后 司马瑞委任祖替的弟弟 朱曰接任豫州刺史的位置 同领祖替生前的军队 祖替的去世 不但打破双方边境之间的和平 也让王敦更加肆无忌惮 此前 王队一直忌惮祖替的能力和声望 不敢在朝中过于放肆 如今 见祖替已死 便萌生了起兵反叛的念头 公元322年正月14 王队以清军策的名义在武昌起兵 宣布要诛杀司马瑞的亲信刘伟和凋邪 司马瑞得知王敦起兵的消息后大怒 他急召各路诸侯前来勤王 乡州刺史司马城得知消息后 第一时间宣布勤王 此时 王敦正在全力拉拢 梁州刺史甘卓 甘卓和幕僚经过几天几夜的讨论后 最终决定加入秦王的队伍 与此同时 甘卓还力邀广州刺史陶侃 共同发兵秦王 陶侃随后派出自己的参军前去支援 一时间 王队和司马瑞誓成水火 双方必须分出生死 此时 王敦的弟弟王导还在京城 司马瑞的亲信刘伟和凋邪向司马瑞提议 把京城内王室家族全部诛杀 王导听闻此事后 带着家族子弟来到朝堂上 请司马瑞治罪 王导说 各朝各代都有乱臣贼子 他没想到 自己家族也会发生这种事情 司马瑞知道王导的为人 他不但没有治他的罪 还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 前去讨伐王敦 此时的王队兵强马壮 在他的率领下 大破前来秦王的军队 一路攻城拔寨 顺利拿下了石头城 石头城在建康以北 拿下石头城后 几乎相当于拿下了建康 司马瑞见大势已去 便派人告诉王敦 如果他此时罢兵 则相安无事 如果王敦执意要夺取皇位 他愿意退位让衔 回到自己的封国狼牙 随后 司马瑞让身边的大臣收拾行李逃跑 不要做无畏的牺牲 刘伟眼见大势已去 收拾行李跑到了后兆 投靠了石乐 凋协在逃亡的途中 被王敦截杀 而其他大臣都不愿意身背骂名 决定留下与司马瑞共存亡 司马瑞不想看建康城生灵涂炭 便率领文武百官 主动打开城门迎接王敦进城 王敦见刘伟出逃 凋协已经被杀 已经完成了清军策的目标 如果此时再对司马瑞动武 恐怕背上篡位的骂名 便没有为难司马瑞 此次叛乱过后 司马瑞任命王队为丞相 都督中外军事 至此 王队成为东晋守卫权臣 王敦掌权后 任命司马样为太宰 王导被任命为上书令 除此之外 其他核心岗位 都被王敦替换成自己的亲信 通过人事调动 王队进一步把控了朝堂 但此时的王队和司马瑞之间 已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王敦担心九居京城会遭遇不测 便率兵回到自己的大本营武昌 返回武昌后 王队派人前去攻打 湘州刺史司马成 并将其斩杀 司马成死后 湘州刺史的位置出现了空缺 司马瑞想趁机让陶侃兼任 但陶侃并不是王敦的亲信 当初 陶侃还派自己的参军 协同秦王部队前去讨伐王敦 对于此次任命 王敦不可能同意 于是他要求司马瑞撤回任命 司马瑞只能照做 此前王敦起兵时曾拉拢甘卓 最终甘卓加入了秦王大军 事后 王队也派人将其杀死 至此 王队将自己的政敌全部都清除完毕 随着手中的权势越来越大 王队在做事方面更加肆无忌惮 他不但随意任命朝堂大员 还随意截取各地向朝廷进攻的贡品 直接把皇帝当成了摆设 司马瑞本是一个很有报复的皇帝 如今 却被王队架空成了傀儡 这让他难以接受 整日郁郁寡欢 不久之后 司马瑞生了一场大病 他自敢时日无多 去世之前 委托王岛辅佐太子司马少 公元322年11月10日 司马瑞驾崩 享年47岁 司马瑞去世后 十年24岁的司马少登基 史称晋明帝 虽然此时的司马少已经成年 但比起司马瑞稍显稚嫩 为此 王敦更加不把司马少放在眼里 他的篡位之心已经昭然若揭 王敦的弟弟王斌 眼见王敦如此嚣张跋扈 对他进行了一番言辞激烈的批评 此前 王队因为兄长王陵 批评自己将其暗杀 如今 面对弟弟王斌的批评 再次起了杀心 但最后考虑到影响 放了王斌一马 王敦没有儿子 为了传承自己的香火 他将大哥王涵的二儿子 王应过寄到自己门下 此后没过多久 王队生了一场大病 随着病情不断加重 为了以防不测 他任命王应为魏将军 让他做自己的副手 然后任命王涵为票棋将军 有开辅治世的权利 王敦的生病 让他的幕僚集团 也开始谋划后路 王敦身边的红人钱凤 闲去讨教王敦 王敦给他们指了三条退路 第一条就是放下兵权 归附朝廷 保全自己的门户 第二条是驻守武昌 拥兵自重 定期向朝廷进攻 第三条则是起兵反叛 建立新的政权 钱凤等人虽然嚣张跋扈 但不是傻子 如果放下武器 归附朝廷 非但不能保住性命 还会被诛灭三族 于是 他们选择了第三条退路 起兵造反 钱凤与其他人商议 只要王队一死 他们立刻起兵杀入京城 得知钱凤等人的阴谋后 在王敦府上担任左司马的温乔 想提前逃走避祸 但温乔是王敦的心腹 如果贸然逃走 会遭到追杀 此时 恰逢丹阳尹一直出现了空缺 温乔趁机向王敦提出前去赴任 此时 王敦并未差距到温乔的意图 但又不想让他前去赴任 因为温乔是当事名士 留在身边还有大用 温乔为了离开王敦 他主动接近钱凤 让钱凤在王敦面前求情 最终王敦同意了温乔的请求 派他到丹阳上任 按照当时的规矩 温乔前去上任前 需要到朝廷报道 温乔接到任命后 火速赶往了京城 并将王队一党准备谋反的消息 告诉了静明帝司马绍 司马绍虽然怀疑王敦 但也不能轻信温乔的一家之言 如果出现差错率先发难 则会被王敦抓住把柄反制 后来经过多方打探 司马绍证实了王敦试图谋反的消息 于是开始加紧军事部署 公元324年6月 司马绍任命王导为大都督 温乔为都督 率领大军时刻准备应对王敦的叛乱 王导听闻王敦重病的消息后 命王氏子弟为其发丧 制造王敦去世的假象 大家见王导为王队发丧 认为王队已死 所以对他进行了大肆批判 司马绍见时机已到 向全天下发布习文 罗列了王敦几十条罪行 并号召诸侯前去讨伐王敦的党羽 王敦看到习文后大怒 愤怒之余 他知道不能再继续等下去 于是当即决定出兵建康 公元324年7月初一 他任命王寒为主帅 率领五万大军从直奔建康 司马绍得知王敦前来讨伐的消息后 并未慌张 他重金在军中招募死士 前去迎敌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鲜卑出身的将军段秀 筛选了上千人组成赶死队 对王寒的前锋进行偷袭 致使王寒手战失利 王寒眼见形势不妙 加之建康城城防坚固 王寒选择了撤军 王敦听闻王寒兵败的消息后 口吐鲜血 去世之前他强忍着精神将王应立为接班人 等他一死立刻登基 但此时整个势头都在朝廷军队这边 接连遭遇失利后 王寒于7月26宣布撤军 随后逃往了荆州 荆州刺史王叔是王敦的弟弟 他派人用船前去接应王寒 王应父子 带船行至江中 士兵们将他们父子二人捆绑起来 投入了江中淹死 乾凤则在逃往的途中 被士兵们斩杀 王敦其余党羽也在朝廷大军的围捕下 相继被杀 至此 嚣张跋扈的王队一党全部被灭 王敦死后 司马绍命人打开他的棺材 脱去他的衣服 将他的手机砍了下来 挂在朱雀桥上示众 后来 司马绍在西建的劝说下 允许王室子弟为其收尸 并对其他王室子弟网开一面 随着王敦被杀 东晋王朝第一次大规模叛乱结束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此后天下进入到更加混乱的时刻 东晋守卫权臣王敦死后 新登基的晋明帝司马绍 开始论功行赏 王敦的弟弟王导夺得头功 被晋升为太保 同时享受剑吕入殿 入朝不屈 暂败不明的待遇 当初权臣王敦主动向皇帝 请求剑吕入殿的待遇 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身份 如今 皇帝主动提出给王导这等待遇 王导却坚决不受 从这方面也能看出 王导的政治智慧 要比王队高很多 除此之外 司马样被封为太尉 温乔被封为前将军 晋明帝司马绍的大舅子羽亮 被提拔为护军将军 西建被提拔为车骑将军 兼任衍州刺史 都督徐州 衍州 青州三帝军事 这是晋明帝司马绍的核心班底 自古以来 任人为亲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皇帝也不例外 司马瑞的原配王妃叫于孟姆 他未曾留下子嗣 于孟姆35岁便去世 后来他的弟弟于印受到了后代 被提拔为右卫将军 他与时任左卫将军的司马宗关系很好 并且深得司马绍的信任 两人共同掌管晋军 负责皇城保卫工作 但于印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 他和司马宗私下里偷偷培养心腹 并搜集朝堂大臣们的私密情报 此事被王导和宇亮察觉 王导九经官场考验 对他人的一举一动非常敏感 于是联合宇亮向司马绍汇报了于印等人 豢养亲信的事情 提醒司马绍注意防范 但司马绍自认为 与于印和司马东亲近 非但不相信他们会做不轨的行为 反而认为王导此举是出于极度 不但没有加强防范 还加倍地信任于印 甚至把皇宫钥匙都交给他们保管 后来于印和司马东得知宇亮等人 弹劾他们的事情 双方正式交悟 经常在朝堂之上剑拔弩张 司马绍不想看臣子之间起争执 多次为他们劝和 司马绍是一个有勇有谋 有报复的皇帝 但上天没有给他太多时间施展报复 公元352年 年仅27岁的司马绍 突然生了一场重病 自知时日无多的他 在临终前进行了一系列人事调动 他让王导 羽亮 西剑 温乔等人 共同辅佐太子 并颁布了一系列招纳人才的措施 司马绍在临终前把大臣们召集在一起 几乎以恳求语气 求他们不要搞内乱 只有团结合作才能将国家治理好 在场的大臣无不感动地落泪 但这种感动只是一时的 未能阻止后来的朝堂争斗 没过多久 司马绍去世 十年27岁 司马绍去世后 年仅五岁的司马衍登基 视为晋城帝 司马衍是司马绍与皇后宇文君的长子 由于皇帝过于年幼 群臣奏请宇文君临朝听政 对此宇文君推托了四次才同意 宇文君临朝后 进一步提拔王导 宇亮等人 为了平衡朝堂势力 他提拔司马宗为票旗将军 提拔于印为大宗正 掌管皇家事务 由于宇亮是宇文君的哥哥 所以朝堂大事基本上都交由宇亮决断 宏为辅政大臣的王导 在宇亮面前选择了避让 从而导致宇亮在朝堂上一家独大 宇亮是一个好人 但好人不一定具备政治智慧 宇亮自身政治经验并不足 他凭借妹妹的身份 在朝堂上一飞冲天 在做事方面刚愎自用 只要他人犯了错 从来不给人留有余地 因此得罪了很多人 这其中就包括祖替的弟弟祖约 担任豫州刺史的祖约 自认为功劳不必西建 便捆等人差 当初在平定王敦叛乱时 祖约主动前来保卫京师 立下了战功 如今他在北部边境 常年与后召军队对峙 处在这种敏感的位置 于情于礼 祖约都应该受到后代 祖约没有被列为脱估大臣 他认为是宇亮从中作梗 与此同时 在平定王队之乱中 立下战功的苏骏 也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 驻守长江以北的他 手握数万军队 暗地里开始招募亡命之徒 为自己所用 宇亮执政后 便寻找机会除掉 与之有矛盾的司马宗 此时 恰逢朝堂上有人弹劾司马宗谋反 宇亮未经证实 就派人前去捉拿司马宗 司马宗不想坐以待毙 于是率兵反抗 结果被当场诛杀 杀掉司马宗后 他的下属便产前去投奔苏骏 苏骏并未将他交给朝廷 而是暗中保护了起来 不久后 后赵军队禁犯授春 祖约一边发兵前去迎敌 一边向朝廷颁救兵 宇亮不但对祖约的求救置之不理 还商讨掘开河堤 淹没祖约驻守的区域 以此来阻挡后赵大军进一步前进 祖约得知此事后大怒 对宇亮生出了怨恨 由于苏骏不是宇亮的亲信 宇亮打算将其召到朝廷任职 此举是名声暗将 剥夺苏骏的兵权 对此 王岛 汴捆 温乔等几位托孤大臣出面制止 说这样会逼反苏骏 为此 苏骏也委托朝中好友向宇亮说情 请他不要把苏骏调入朝中 但宇亮全然不顾他人的劝阻 执意召苏骏入朝 苏骏收到召令后拒绝前往 双方进入到剑拔弩张的状态 大战一触即发 苏骏知道祖约与宇亮不合 便派人前去劝说他一起出兵 祖约知道苏骏实力不俗 便同意联手 公元327年11月 祖约派自己的侄子祖焕 和自己的女婿徐柳 前去与苏骏会合 12月1日 苏骏率领祖焕和徐柳直奔京师 一路攻城拔寨势不可挡 公元328年2月初一 苏骏打败变捆的军队 并成功将其斩杀 除此之外 其他前来秦王的军队 都被苏骏杀得大败 宇亮见状不妙 紧急派人加固京城城防 但工匠们见大势已去 没人敢去修建城防 宇亮为了自保 带领兄弟几人弃城而逃 就这样 苏骏顺利攻陷了建康 进城后 苏骏允许士兵们烧杀抢掠 宫中的嫔妃 宫女全都被苏骏掳走 来不及逃走的王公大臣被俘虏后 在军中从事重体力活 稍有不从就会被鞭吃 扫荡完皇城后 苏骏以进城地的名义 大赦天下 但宇亮兄弟不在赦免范围之内 苏骏任命自己为票棋将军 祖约被任命为侍中 王岛因为名望太高 苏骏依然让他保留官职 太后宇文君没来得及逃跑 依然留在宫中 但他害怕自己被迫害 整日生活在恐惧之中 没过多久便猝死 去世时年仅32岁 因为宇亮在政治上的不成熟 导致东晋王室又迎来了一场大灾难 宇亮逃往巡洋后 自称接到太后的赵令 召集温乔 西建等人前来相助 温乔一直对晋士忠心耿耿 此次宇亮落难 他并没有置之不理 反而将自己的一支军队送给了宇亮 此后 温乔又积极为宇亮出谋划策 在温乔的建议下 宇亮推举荆州刺使陶侃为盟主 共同起兵讨伐苏骏 陶侃对宇亮的推举并不感兴趣 相反两人还有矛盾 之前 陶侃因为没有被列为脱估大臣耿耿于怀 他也认为是宇亮从中作梗 但陶侃更害怕苏骏一家独大后吞并荆州 出于这种考虑 陶侃决定起兵讨伐苏骏 公元328年5月 陶侃率军到达巡洋与宇亮会合 此时的宇亮认识到自己在政治方面的欠缺 当面向陶侃道歉 陶侃见宇亮向自己弯腰 便摒弃前嫌 全力帮助宇亮讨伐苏骏 此次陶侃总共率领了六万大军 在人口稀缺的东晋时期 六万大军算得上是非常大的规模 苏骏听闻陶侃来讨 强行将晋城帝司马眼带到了石头城庇护 随后陶侃以盟主身份 号令西建 王叔等人 共同向石头城进发 其他诸侯见陶侃来势汹汹 便紧急响应进京秦王 秦王大军看似声势浩大 但因为没有统一指挥权 军队各自为战 相互之间没有协调统一 导致战士初期接连失利 双方在石头城形成了拉锯战 由于秦王军队是远道而来 粮草很快吃紧 温乔向陶侃提出戒粮 陶侃担心自身粮草不足 便拒绝了温乔 一时间 秦王军队内部人心惶惶 陶侃也无心恋战 就在此时 祖约的手下私自和后照串通 后照派出大将前去进攻寿春 并成功将其拿下 寿春陷落后 祖约率人逃走 此次失败 让苏俊部队内部出现了动摇 就在此时 卢将军太守毛宝主动请英前去偷袭苏俊的粮仓 在毛宝的率领下 他成功烧掉了苏俊后方的粮仓 陶侃眼见胜利有望 便亲率军队对石头城发起了猛攻 后来陶侃派部将将苏俊引出来单独作战 苏俊是一个莽夫 他主动出城和对方单挑 结果中了埋伏 当场被斩杀 苏俊死后 他的弟弟苏义接过大旗退守石头城 打算顽抗到底 而苏俊的手下将领 见大势已去纷纷溃逃 后来石头城被攻破 苏义被斩杀 逃往丽阳的祖约也被围困 情急之下 祖约带着部下投奔了后照 本来祖约和后照是死敌 因为一场内乱 成了后照的臣子 公元329年2月 秦王军队进入石头城 成功解救禁元帝司马眼 至此 苏俊和祖约发起的叛乱 全部被平定 平定完叛乱后 陶侃被加封为市中 兼任太尉 督督六州军事 西建 温乔等人也被论功行赏 而宇亮则跪在司马眼面前 请求降罪 宇亮只是政治经验不足 为人并不坏 此时的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换作一般朝臣 惹出这么大霍乱 避免不了被杀头的命运 但宇亮是司马眼的亲舅舅 司马眼并未责罚他 不但让他官复原职 并给他增加了兵权 在皇帝眼里 宇亮固然有错 但比起宇亮的忠诚 在霍乱中死去的人 根本不值一提 就在东晋内部激烈斗争之际 汉照和后照之间 也开始剑拔弩张 后照的建立者石乐 和汉照皇帝刘耀 本是一个战壕里的好朋友 石乐自立门户后 两家也维持了几年的和平 但一山不容二胡 只要有合适的时机 他们就会撕咬对方 公元324年3月 四周刺史师生 突然对隶属于汉照的 河南郡发起攻击 河南太守尹平被杀 石生将河南郡内 五千多户百姓全部掳走 这次事件让刘耀大为恼怒 双方也因此彻底成为仇人 此时的刘耀因为根基不稳 选择了忍气吞声 后来 汉照附近的枪族前来投靠 汉照将军石驼趁机前去截杀 俘获了大量牛羊帐篷 后照的持续骚扰 让汉照皇帝刘耀十分愤怒 他派出大将刘耀前去迎敌 双方在黄河岸边进行了决战 此意 刘耀成功斩杀了石驼 并杀死后照 六千多士兵 缴获各种物资不计其数 后来刘耀又率兵前去围剿石生 斩杀对方五千多人 并将石生围困在金庸城 眼见军队接连失败 石乐派自己的侄子石虎前去迎敌 石虎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 在他的带领下 大败刘耀军队 兵败后的刘耀退守至石粮城 在石虎的围困下 石粮城内粮食吃紧 士兵们后来只能宰杀战马为食 刘耀得知刘耀被围困的消息后 发兵亲自率军前去救援 一向自视高傲的石虎 在别人眼里就是一头野兽 但石虎非常害怕刘耀 因为刘耀当初的残暴 不亚于石虎 起初刘耀的军队还算顺利 打退了石虎几波进攻 后来刘耀大军在金谷驻扎的时候 军队发生了夜惊 夜惊是指集军队在夜间塑营时 因为一些极偶然的事件 如军营中马匹牲畜的嘶叫声 偶然的响声等 导致沉睡的士兵被惊醒 士兵陷入巨大恐慌和不安的情绪 甚至误认为 敌军来袭而发生互相砍杀 四散奔逃的行为 为了安全起见 刘耀不再向前 而是退到免池驻军 但到达免池当晚 军队再次出现了夜惊 刘耀认为 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 便放弃前去营救刘岳 班师回朝 刘耀的撤退 让石良城彻底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公元325年6月 后兆攻陷了石良城 石虎将刘岳在内的80多位将领 以及城内3000多少数民族 绑送到了乡国 剩下9000多名汉人士兵 全部被活埋 打败刘岳后 石虎紧接着挥师北上 很快并攻破了宾州城 石虎在城内如法炮制 除了少数民族将士外 其余7000多名士兵 全部被坑上 后来 颖川 四周等地相继陷落 豫州 徐州 衍州等地 也被后赵悉数纳入版图之中 刘岳生平从未遭遇过如此大的失败 此一过后 他急火攻心 生了一场大病 公元328年7月 石乐派石虎率领四万大军 前去攻打汉赵的何东郡 石虎一路攻城拔寨 直逼长安的门户扑板 此时的刘岳已经从失利的阴霾中走了出来 他举全国精锐前去迎敌 眼见刘岳亲自来逃 石虎心生畏惧 不战而逃 刘岳全力追击 试图一血前耻 后来两军相遇 刘岳将石虎打得大败 石虎的杨子石瞻当场被斩杀 石虎力拼杀敌才得以逃脱 石瞻本名叫冉梁 被收养后改名为石瞻 大家熟知的冉敏就是冉梁的儿子 此一刘岳取得了大胜 此前石虎缴获的物资全都尽归刘岳之手 事后 刘岳还命人将后兆士兵的尸体头角相连摆放在地上 总共摆放了上百里 刘岳用这种方式来震慑后兆军队 此一胜利后 刘岳又乘胜追击包围了洛阳 洛阳被围的消息传到国内后 后兆朝堂一片慌乱 石乐为了稳定军心 他打算亲自率军前去解围 此次出征前 石乐心底也拿不定主意 但除了他没人敢去与刘岳叫板 于是他硬着头皮强度黄河直奔洛阳 成高官是途径洛阳的重要关口 如果刘岳重兵把守成高官 石乐成功的概率就微乎其微 但令人惊讶的是 刘岳并未在成高官设防 这让石乐喜出望外 他带领军队偷偷穿过成高官 火速往洛阳进发 刘岳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 在围困洛阳期间 他整日和近臣们饮酒作乐 没有把士兵们汇报的军情当回事 当石乐率领大军前来时 他才猛然清醒 此时 刘岳手下有十万大军 石乐有六万大军 从迎面上来看 刘岳仍占据优势 但刘岳在战前喝得鸣鼎大醉 战斗的时候只会一团糟 被严阵以待的石乐打得大败 刘岳也被石乐的手下石堪活捉 刘岳被活捉后 汉兆军队彻底失去了主心骨 如无头苍蝇般乱窜 最终被斩杀五万多人 石乐见刘岳被抓 便下令停止屠杀 给幸存的士兵们一条生路 此意刘岳身负重伤 石乐命人将他带上马车 并安排御医相随 回到乡国后 石乐将他安排在永丰城 为了防止刘岳寂寞 石乐挑选了几名美女 让其消遣寂寞 石乐之所以如此善待刘岳 是想让他写信 给留在汉兆的太子刘兮 劝其现成归降 而刘岳不但没有劝降 反而让刘兮坚守国家 不要因为他的生死改变主意 石乐看到信后大怒 随后杀掉了刘岳 当时刘岳的死讯还未传到长安 刘兮听闻刘岳被捉后 吓得不知所措 他和弟弟刘印商讨后 决定弃城而逃 刘兮逃走后 石乐派人占领了长安 后来刘印听闻父亲的死讯 带领两万人前来攻打长安 结果拜石虎打得溃败 作为报复 石虎也将汉兆士兵的尸体 头角相连排在一起 公元329年9月 石虎乘胜追击 在上帮升勤了刘兮 刘印 以及数千名王公大臣 随后将他们全部坑杀 立国26年的前兆宣布灭亡 灭掉汉兆后 低族和枪族15万户百姓 尽归后兆之手 汉兆的地盘也被后兆纳入版图 吞并汉兆后 汉兆成为了中原霸主 公元330年2月 石虎率领文武百官 集体表奏石乐登基称帝 此时的石乐没有过多推辞 则日选择称帝 石乐登基后 封自己的大儿子石虹为太子 二儿子石虹被封为秦王 加封大蝉鱼 小儿子石灰为辅国将军 石虎则被任命为太尉 加封中山王石虎的儿子石斌 被封为太原王 除此之外 其他有公之臣都得到了封赏 此次封赏过后 大臣们都很满意 而石虎则相当不满 甚至心生怨恨 石虎自认为 是后兆的守公之臣 为石乐安前马后立下大功 而石乐在封赏的时候 却将象征匈奴部落首领的 大蝉鱼封号 给了战功平平的秦王石虹 这让他非常生气 为此 石虎私下岁儿子石岁说 等石乐驾崩后 他一定不会给石乐留后 分封完众人后 石乐在安息将军姚义仲 和尚书佑叶惩侠的建议下 将此前兵败前来投奔的祖约杀掉 以此来警示大臣们 不能做出投敌之事 祖约死后 石乐将他的妻女 分给将士们享用 在五湖乱华时期 石乐算是比较有操守的 一个皇帝 但他的操守 也仅限于和同时期 其他皇帝相比 即便如此有操守 也时常做出 引人妻女的事情 足见五湖乱华时期 各路统治者的底线有多低 后来 石虎将他的手脚砍去 让他体验痛不欲生的感觉 待他的疼痛散去 石虎又命人将其斩首 杀掉石朗后 石虎又掉头前去攻打长安 经过惨烈的战斗后 石虎拿下了长安 但他的儿子石挺 在战斗中被杀 石生在城池失守前 弃城而去 在逃亡的路上 被部下所杀 清除完反叛势力后 当年十一月 石虎直接将皇帝 石虎废掉 将其贬为海洋王 石虎早知这一天会到来 被贬的那一刻 石虎如是重负 他本以为不做皇帝 就可以安稳度过余生 但石虎没打算放过他 不久后 石虎把皇帝石虹 秦王石虹 以及南洋王石灰 全部杀掉 此时的石虎仍未称帝 而是以摄政天王自居 但他已经是 后照的实际控制人 石虎掌权后 过起了非常奢靡的生活 出于安全考虑 他把都城迁到了夜城 然后命人修建了 十分华丽的宫殿 为了满足自身欲望 石虎搜罗了上万名美女 安置在后宫 在那个人口稀缺的年代 搜罗上万名美女 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宫城 为了玩出新花样 石虎教宫中的美女 学习骑射之术 并组建了一支 规模上千人的女子仪仗队 以此来刺激她的感官 尽管石虎非常残暴 但她对国师佛图城 十分敬重 甚至把她当作神灵一样 供奉起来 遇到难以决断的事情 都会事先向她请教 佛图城进入朝堂时 包括石虎在内的所有人 都要起身迎接 石虎规定 公卿以上的大臣 每五天必须上门 拜会佛图城一次 由于佛图城 在后照的地位无比崇高 很多人都替发为僧 拜在她的门下 一时间她的信徒 达到上万人 石虎为了表示 对佛家的尊敬 她免除了僧人的 说服姚义 很多人为了逃避 说服姚义 也替发为僧 公元337年2月 石虎改称为赵天王 她立王后郑樱桃 为天王皇后 立石岁为天王皇太子 为了锻炼石岁的执政能力 她开始逐渐将 朝中事务交给石岁打理 除了朝堂大臣们的人事任命之外 其他事务均由石岁决断 起初 石岁对执政充满了热情 但石虎喜怒无常的性格 让她吃尽了苦头 对于石岁前来禀报事情 石虎会斥责她这种小事 不要前来禀报 当石岁很久不来 在汇报实情后 石虎又会责骂她怀疑有二心 故意不来禀报朝政 石虎这种变态的教育方式 也让石岁养成了变态的性格 石岁经常让喜欢的美女 梳妆打扮一番 然后将她们的头 看下来放在盘子里 让客人们前来欣赏 同时将她们的身体烹煮后 供客人们食用 这种变态至极的做法 放在人类任何一个时期 都是令人发指的 石岁的弟弟石轩和石涛 趁机在石虎面前进献禅言 使得石虎对石岁越来越冷落 此时的石岁已经感觉到危机 他打算是父夺位 但因计划不周泄露了消息 石虎一怒之下 将石岁软禁在东宫 后来石虎念及父子之情 赦免了石岁 并恢复了他太子之位 对此 石岁并未感到劫后余生 而是在石虎面前 表现得更加嚣张跋扈 甚至公开扬言要杀掉他 石虎一怒之下 将其赶出东宫贬为庶民 等石岁出宫后 石虎命人尾随其后 将石岁以及他的妻妾子女 全部活埋 杀掉石岁后 石虎立石轩为太子 石虎当政期间 实行了三五兵议制 如果家里有三个男丁 必须有两人前去当兵 如果家中有五个男丁 必须有三个人入伍 为了修建宫殿 以及打到部队所需要的武器铠甲 石虎将剩下的男丁 抓来从事劳动 如此一来 百姓家中由于缺少男丁 致使耕种荒废 很难完成上交国家的税赋 但石虎对这些事情置之不理 仍然要求百姓 必须足量缴纳税赋 地方官府在征税的过程中 又大量贪赃枉法 致使百姓的负担增加了好几倍 有些百姓为了缴纳税赋 将家中子女卖去为奴 换取钱财 有些百姓变卖了子女 仍缴纳不起税赋 干脆选择了自杀 在石虎的统治下 后赵百姓犹如生活在人间炼狱 让我们把目光转到鲜卑慕荣 当初晋元帝司马瑞 为了表彰安抚慕荣尾 封他为车骑将军 诸渡幽州 平州等地诸军士 晋元帝继位后 继续拉拢慕荣尾 并允许他以皇帝的名义 开辅制式 设置行政机构 在慕荣尾在位期间 他将鲜卑慕荣打理得井井有条 使鲜卑慕荣成为一直实力不俗的潜力骨 公元332年 在位49年的慕荣尾去世 享年65岁 慕荣尾去世后 他的嫡长子慕荣晃继位 慕荣晃继位后 开始严肃法度 对违反规则的人予以严惩 这让习惯了散漫的官员们 十分不适应 私下里纷纷抱怨 但慕荣晃没打算放松法度 继续用最严厉的方式管理 以此来提高自身的威望 慕荣晃的树兄慕荣汉一直与他不合 眼见慕荣晃继位后开始严肃法令 慕荣汉害怕自己受到清算 便率领家小钱去投奔鲜卑断步 断步的首领断辽 非常热情地接纳了他 慕荣晃的亲弟弟慕荣昭和慕荣人 此前非常受慕荣尾的重视 当初慕荣尾还动过费力慕荣晃的心思 后来 在大臣们的劝说下才让敌长子慕荣晃继位 为此 慕荣晃对其他兄弟三人非常憎恨 慕荣汉投奔鲜卑断步后 助手平郭的慕荣人进城奔丧时 与留在京城的慕荣昭密谋 他们打算起兵讨伐慕荣晃 不料他们密谋的计划败露 慕荣人见形势不妙 火速离开了京城逃到了平郭 三个兄弟的接连背叛 让慕荣晃十分愤怒 他派大将高许前去讨伐慕荣人 结果被慕荣人大败 先背断步 见慕荣市内部起了纷争 便趁火打劫 前去攻打先背慕荣的柳城 慕荣晃知道 战士继续拖下去会对他不利 于是亲自率军前去讨伐 他和弟弟慕荣平一起 冒着刺骨的寒风 通过结冰的河面 绕到了平郭城的大后方 由于慕荣人疏于防范 最终被慕荣晃成功攻破城池 慕荣人被生擒 慕荣晃念及兄弟之情 让慕荣人自行了断 紧接着慕荣晃杀掉了他的亲信 为了稳定军心 慕荣晃并未对平郭城的将士们进行惩罚 而是让他们各居其位 平叛结束后 慕荣晃结束了继位后的第一场叛乱 由于在战斗中表现出色 慕荣晃的名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平定完叛乱后 慕荣晃在部下的劝禁下自称燕王 他建立的国家被后世成为前燕 登基为王后 慕荣晃立慕荣郡为王太子 并按照国家的规格重新设置行政机构 慕荣晃是一个野心很强的人 登基称王后 他开始将目标锁定在鲜卑段部身上 为了灭掉段部 他打算联合石虎 为此 他将自己的弟弟慕荣汉送到叶城做人质 对于慕荣晃的示好 石虎欣然接纳 他没有扣留慕荣汉 而是将他送了回去 并与慕荣晃约定来年发兵讨伐段部 公元338年1月 慕荣晃与石虎 兵河一处 对段部的地盘发起了攻击 之前投奔段部的慕荣汉 非常了解慕荣晃的作战方式 给段辽提了很多建议 但段辽始终认为 慕荣汉不是自己的族人 对他处处提防 结果在石虎和慕荣晃的联合夹击下 段辽被打得大败 战败之后 段辽带着妻妾家小和部分亲信 逃到了密云山中 慕荣汉则带着家眷前去投奔宇文部落 慕荣汉逃到宇文部落后 宇文部落的酋长宇文义斗龟对他产生了猜忌 想趁机杀掉他 慕荣汉为了打消宇文义斗龟的疑虑 主动装疯卖傻 以此来展示自己没有野心 慕荣晃了解到慕荣汉的处境后 心生怜悯 当初慕荣汉出走并非心甘情愿 此后他也没做对不起慕荣晃的事情 于是慕荣晃派人将他接了回来 并对他十分忧待 灭掉段步后 石虎开始对前燕虎视眈眈 于是准备攻打慕荣晃 此时的后兆拥有数十万军队 兵力远在前燕之上 面对后兆大军来讨 前燕国内一片惊慌 慕荣晃也产生了弃城而逃的想法 关键时刻 他手下大将沐鱼根给慕荣晃加油打气 力劝他坚守城池 慕荣晃作为一国之主 在部下面前不能露窃 便强忍着恐惧坚守城池 将士们见慕荣晃没有逃跑 军心暂时得到了稳定 大将刘沛主动请英 率领赶死队前去迎敌 以此来鼓舞士气 后兆军队没想到 对方敢前来偷袭 便放松了警惕 在刘沛的带领下 数百名赶死队 在石虎大军中横冲直闯 杀死几十名士兵后 又返回了城内 这次偷袭让燕军士气大震 慕荣晃也看到了一丝胜利的信心 大臣封义告诉慕荣晃 石虎的残暴 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程度 只要能守住城池 时日异常 石虎内部必然会出现问题 届时就可以寻求主动出击的机会 慕荣晃听从了封义的建议 死守城池 为了鼓舞士气 他亲自到城墙上指挥战斗 抵挡住了后照潮水般的进攻 此番石虎是远道而来 他本想凭借军队数量上的优势 碾压对方速战速决 在前燕士兵的顽强抵抗下 石虎连续攻击了十几天都没有起色 此时军中粮草开始告急 士兵们的抱怨声此起彼伏 为了防止军中出现滑变 石虎选择了退兵 慕荣晃的四儿子慕荣克 见对方撤退 主动请英出城追击 他带领两千起兵 将士气低落的后照军队打得溃败 一共斩首三万余人 取得了一场大胜 此役是石虎最大的一次势力 为此他强忍怒气 积极地屯田耕种 并联络高沟黎 准备四击对前燕发起报复 公元338年12月 之前逃到密云山的断辽 派使者向后照请降 使者走后不久 他又改变了主意 派人前去向前燕投降 石虎先接到了投降信 他对断辽的投降都比较重视 石虎派大将麻丘率三万人前去迎接 慕荣晃随后接到投降信 断辽在信中密谋 与慕荣晃一起截杀石虎的大军 为了完成这次任务 慕荣晃亲自率人前去迎接 并在半路设服等待后照军队钻入陷阱 后来慕荣晃在三藏口大败赵军 杀敌两万多人 此役慕荣晃还成功收服 后照大将鲜鱼亮 慕荣晃见鲜鱼亮十一员猛将 便留在身边重用 断辽投降慕荣晃后不久 又密谋叛乱 最终被慕荣斩杀 随后慕荣晃将断辽首级送给了石虎 以此来缓和两国之间的关系 石虎见慕荣晃有意示好 便暂缓讨伐前焉 在后照和前焉争斗之际 南方的东晋朝堂也发生了变化 公元338年5月 王岛被任命为太父 诸督中外诸军士 西建被任命为太尉 宇亮被任命为司空 这三人位居三宫 各自负责一个核心部门 是朝堂上的主要力量 三人之间相互配合 相互制约 经过王队之乱后 王家的整体实力已大不如前 王岛为了获得赵印 贾宁等将领的支持 故而 默许他们做一些违法乱计的事情 宇亮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人 他知道王岛默许手下人违法乱计后 便想上书弹劾王岛 在弹劾之前 他征求西建的意见 此时的西建掌握着金口的军队 这支军队是晋朝的主力部队之一 因此宇亮非常重视西建的意见 西建对弹劾王岛一事表示拒绝 当初陶侃曾联络他弹劾王岛 他都没有同意 宇亮的分量和陶侃比起来不值一提 况且西建和王岛还是儿女亲家关系 西建的女儿西玄嫁给了王岛的侄子 王岛的侄子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羲之 后来王羲之和西玄育有妻子一女 这其中就有大书法家王献之 西建认为王岛对司马氏非常忠诚 在忠诚这杆大旗下 其他瑕疵都是可以接受的 眼见西建没站到自己这边 宇亮便放弃了弹劾王岛 王岛得知宇亮密谋弹劾他的消息后 形势越来越低调 时刻避其锋芒 公元339年7月 10年64岁的王岛去世 作为东晋的公骨之臣 司马眼下令全国为其哀悼三天 一个月之后 10年71岁的西建也相继去世 公元340年正月初一 宇亮也去世 年仅52岁 一年之内 晋朝连续失去三个顶梁柱 一时间整个朝堂人才凋零 举国上下陷入一片悲痛当中 王岛去世后 他的侄子王允之出任江州刺史 此前江州是宇亮的地盘 此次任命让宇亮的弟弟宇义 内心十分不快 因为江州是军事重镇 战略地位非同小可 王允之上任江州后 被认为侵占了宇氏家族的地盘 公元342年正月 宇义以道贺的名义 给王允之送了一壶毒酒 但被王允之识破 王允之秘密将此事上书给司马眼 司马眼得知此事后感叹道 之前宇亮已经将国家搞乱过一次 宇义难道也要搞乱一次 不久后 司马眼的话传到了宇义耳边 他担心自己会受到怪罪 便服毒自尽 十年五十岁 当年五月 年仅22岁的司马眼 突生重病卧床不起 此时 司马眼的两个儿子都不满两岁 中书建宇兵劝说 司马眼将皇位传给他的亲弟弟司马月 如果让上在强宝中的幼儿称帝 会引发朝堂动荡 司马眼认为有道理 便决定将皇位传于司马月 宇兵之所以如此积极推荐司马月 是因为司马月是他的亲外甥 司马月掌权后 宇氏家族能够在朝堂中掌握话语权 公元342年6月 司马眼去世 随后司马月登基称帝 史称靖康帝 随后 司马月将先帝司马眼的大儿子司马匹 封为狼牙王 小儿子司马懿封为东海王 此次司马月能顺利登基 宇兵和何冲功不可没 司马月本想抬高 何冲在朝堂上的地位 但何冲知道 宇兵已经是朝堂实际掌控者 为了远离斗争漩涡 他主动请英到外地任职 司马月看穿了他的心思 便任命何冲为票旗将军 兼任徐州刺史 到外地驻军 司马月的皇后 楚算子的父亲是当时的名士 楚算子的母亲 则是豪门士族谢家之女 士族和皇族之间相互勾连 造就了非常特殊的政治生态 东晋是士族制约皇权最厉害的时期 也是士族和皇权共分天下的时期 在东晋时期 非士族出生的普通人不能身居高位 朝堂上的核心位置 必须由士族子弟担任 对此皇帝也无可奈何 宇亮去世后 他的另一个弟弟羽翼 被任命为荆州刺史 羽翼是一个非常有报复的人 他想寻找一名志同道合的人 一同北伐收复故土 在他的细心观察下 狼牙太守桓温进入了他的视线 桓温的父亲名叫桓仪 桓温刚满周岁时 明是温乔前来家中做客 他发现桓温的面相非凡 将来会有大成就 桓仪得到温乔的夸赞后非常开心 遂给儿子起名为桓温 羽翼为了拉拢桓温 曾向司马衍尚书 请求把南康公主司马兴南嫁给桓温 司马兴南是晋明帝司马少 与羽文君之女 桓温成为驸马后 和羽翼的关系越走越近 后来两人立志北伐 收复故土 当时北方最大的势力是后赵 为了讨伐后赵 羽翼派人前去联络钱燕和钱梁 共同商定讨伐后赵 对于讨伐后赵一事 朝堂大臣多数都不赞同 他们认为东晋不具备这个实力 但桓温对于北伐一事非常赞同 晋康帝司马越也有收复中原之心 遂命令羽翼为主帅 连同桓温一起 聚其全国兵马前去讨伐后赵 就在羽翼出兵后不久 司马越突然病倒 卧床不起的他 丝毫没有变好的迹象 司马越自知时日无多 便开始安排后事 此时 司马越与楚蒜子的儿子司马聘 年仅两岁 根本不具备执政的能力 出于大局考虑 羽翼和羽兵建议立进原地 司马瑞的幼子司马玉为接班人 此事遭到何冲的坚决反对 他认为就应该立两岁的司马聘为太子 司马越本不想把皇位传给他人 恰好何冲坚决拥护立司马聘 因此司马越便正式下诏 立司马聘为太子 羽翼和羽兵之所以拥立司马玉 是基于自身政治利益考虑 如今他们的计划被破坏 便对何冲恨之入骨 公元344年9月 年仅23岁的司马越去世 随后 皇太后楚蒜子抱着两岁的司马聘登基 由于司马聘不具备执政能力 楚蒜子选择垂帘听政 司马聘登基后 楚蒜子为了感谢何冲 将其提拔为路上舒适 羽翼家族由于雍立新皇帝失败 在朝堂上的地位被大大削弱 当年11月 羽兵去世 公元345年7月 羽翼身上的毒疮发作 最终不治身亡 年仅41岁 羽翼死后 他的儿子羽艾芝 接过了父亲的权力 由于羽翼家族在荆州经营多年 在当地的势力盘根错节 如果让羽艾芝继续担任荆州刺史 恐怕会养虎为患 为此 楚蒜子打算找人替换羽艾芝 何冲推荐桓温前去接替 对此 楚蒜子非常不理解 因为桓温一向与羽翼交好 桓温能取得今日成就 离不开羽翼的提携 羽翼生前还联合桓温一起共同北伐 他担心桓温出于情意 不肯与羽艾芝撕破脸皮 即使桓温愿意接任荆州刺史 羽艾芝是否会放权也是个未知数 何冲告诉楚蒜子 桓温虽然与羽氏家族交好 但他更想追求工业 如果羽艾芝成为他的阻碍 他会毫不犹豫地扫清障碍 而且 桓温的能力远超于羽艾芝 后者不敢与桓温作对 在何冲的建议下 楚蒜子最终决定重用桓温 封他为安息将军 兼任荆州刺史 都督六州军事 至此 羽氏家族在朝堂上的势力 越来越衰弱 一代全臣桓温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此前 桓温和羽艺打算北上讨伐后赵 结果因为新皇帝登基 出现了一系列变故 为此 桓温对整个北伐计划进行了调整 他将成汉作为首个北伐目标 此时的成汉政权和后赵一样 都在国内实施惨无人道的暴政 成汉是五湖十六国当中 第一个建立国家的 成汉的建立者是低族首领李雄 占据属地的成汉 虽然时常和东晋发生冲突 但都未伤及国本 近三十年来 国家一直在稳定运行 公元333年正月 成汉大将李寿拿下了东晋的熟石郡 随后周边几个郡见李寿来势汹汹 便主动献成投降 此一过后 李寿名声大噪 李寿是李雄的堂弟 非常能争善战 而且为人宽厚 深得李雄喜爱 后来李雄封他为建宁王 公元334年6月 李雄重病不起 由于他身上生的是恶疮 油浓的时候味道很大 此时 只有皇太子李班 守在身边尽心照料 李班是李雄的侄子 李雄见自己的儿子们荒淫无度 不适合治理国家 虽将皇位传给了德才兼备的李班 没过多久 李雄去世 享年61岁 身为皇太子的李班顺利继位 李班登基后 把朝堂大事委托给李寿 自己专心为李雄治丧守孝 眼见李班顺利登基 李雄的两个儿子 李月和李七十分不满 李月趁李班守灵之际 疏于防范 便将其杀害 然后以皇太后的诏令 拥立李七为皇帝 李七成为皇帝后 很快露出了本性 不但交涉淫逸 还将其他对皇位 有威胁的人全部杀掉 李寿由于功勋卓著 他深感不安 于是主动请求到边境驻守 李寿到了边境后 李七仍然不放心 给李寿下马威 李七派人 毒死了李寿的弟弟 李寿表面上选择了隐忍 暗地里谋划进攻成都 公元338年4月 折服已久的李寿 对城府发起了进攻 为了鼓舞士气 李寿承诺拿下成都后 允许将士们在城中烧杀抢掠 当时李寿的儿子李氏 在城中任职 当李寿大军兵临城下时 他偷偷打开了城门 李寿不费吹灰之力 便拿下了成都 进城后 李寿命人逮捕了李月等人 将他们全部诛杀 然后将皇帝李七软禁起来 局势稳定后 李寿开始兑现将士们的承诺 让他们在城内烧杀抢掠 本来李寿计划拿下成都后 向进士称臣 自己做一个偏安易于的诸侯 但攻打成都过于顺利 他内心萌生了称帝的想法 举其不定之际 他请巫师前来占卜 巫师根据卦象告诉他 他可以做几年天子 李寿听后大喜 决定称帝 他的谋臣谢思明劝李寿三思 做几年皇帝 不如成为百世诸侯 但李寿表示 昭文道 惜死可以 只要能做皇帝 哪怕只有一天也会满足 最终李寿登基为帝 立李氏为太子 称帝后 李寿将李七贬为县城 由于心理落差太大 李七随后自杀 年仅25岁 全力是一把双刃剑 既可以成就一个人 也可以毁掉一个人 李寿登基之前 为人谦虚 生活节俭 在娇奢淫逸的李氏子弟中 是一个清流 但屠龙少年忠诚恶龙 当李寿成为皇帝后 变得极度奢靡 并且试杀成性 他将开国皇帝李雄的子嗣 全部杀掉 彻底铲除能威胁他皇位的人 在生活方面 他将石虎作为榜样 在全国范围内 大肆征集劳工 前来修宫殿 此前跟随他打天下的旧臣 也因为直言觐见而遭到诛杀 公元343年8月 44岁的李寿去世 太子李氏登基为帝 李氏对父亲的所作所为耳濡目染 登基后 便一头扎进后宫美女堆里 为了能聚精会神的淫乱 他将朝政大事 委托给身边的几个晋臣 其他朝堂大臣全都成了摆设 此时的成汉 已经和石虎统治下的后兆无异 环温建成汉国内混乱不堪 便将北伐第一个目标改为成汉 蜀地自古以来都是一手难攻之地 但环温对于拿下蜀地志在必得 公元346年冬月 环温率领大军从荆州出发 逆流长江而上 并于次年二月到达四川境内 沉溺在温柔乡的李氏 听闻环温率军来讨的消息后 立马调兵遣将来应对环温大军 公元347年3月 环温到达了彭摩 他留下参军驻守迎敌 然后亲自率领骑兵 带着三天口粮向成都进发 在环温的带领下 禁军犹如猛虎出笼 将成汉军队打得溃败 来不及逃走的汉军为了保命 选择向环温投降 环温得胜后继续往成都逼近 很快便兵临城下 成汉皇帝李氏剑情势危急 把全国能用得上的军队 全部调入成都准备和环温决一死战 环温的军队数量和驻守成都的汉军 比起来有些悬殊 但环温身先士卒 拿着武器就冲进敌方阵中进行厮杀 其他士兵见主帅如此勇猛 各个像打了鸡血一样 以依当时与汉军生死肉搏 战争不仅比拼士兵数量 也比拼士气 汉军见禁军如此不知疲倦的进攻 心理防线逐渐被击溃 最终像决堤的大坝一样垮掉 就这样 环温顺利拿下了成都 李氏眼见大势已去 便派人向环温递交了详书 然后将自己五花大榜 带着棺材来到环温大营投降 环温健壮急忙上前松绑 并烧掉了棺材 表示接受投降 随后 命人将李氏以及其他皇室宗亲送到了建康 清后皇帝处置 后来 李氏被封为龟义侯 得以寿终正寝 三国两进南北朝时期 是华夏暴君最多的时期 很多暴君最后都没有受到惩罚 而是得以善终 很多读者对此不理解 甚至情绪受到影响 在读历史的时候 一定要把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种世俗观念抛在脑后 这句话只是平民内心的一种美好期许 很多时候都是不成立的 以宽厚人孝著称的汉文帝 为了玻璃与吕氏集团的关联顺利登基 亲手杀了自己的四个儿子 汉史为了掩盖这段历史 将其描述为病王 后来汉文帝的弟弟刘长造反 汉文帝为了体现人意并未杀他 而是将沿途为刘长送饭的百姓们杀死 用现代文明眼光看封建时代的帝王 绝大多数都应该遭受报应 但在封建时代 百姓命如草芥 统治者诛杀他们的时候 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 随着桓温占领成都 立国44年的成汉宣告灭亡 成汉是五湖十六国中第二个灭亡的国家 桓温灭掉成汉后 在成都短暂逗留便班师回朝 为了嘉奖他的战功 桓温被封为征锡大将军 特许他开辅治世的权利 在东晋灭掉成汉的同时 北方的成汉与后赵也在进行着大战 贤良的皇帝是张俊 张俊是一个非常勤政 而且很有能力的人 在他的治理下国家比较繁荣 公元346年5月 张俊去世年仅40岁 张俊去世后 张茂的儿子张崇华继位 张俊的去世让隔壁的石虎认为有机可乘 他趁乾梁皇帝登基之际 发兵前去讨伐 并成功掠夺了上万户百姓 为了应对石虎的攻击 张崇华将全国军队都集合起来 并任命征南将军裴衡为主帅 前去抵抗石虎大军 裴衡领命后 将军队驻扎广武便不再往前 因为他害怕石虎 不敢与之交战 尽管张崇华三番五次派人前去催促 但裴衡以降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为由拒绝出兵 眼见主帅不敢出兵 前梁将士们的士气越来越低落 一时间张崇华找不到办法来破局 就在此时梁州司马张丹尚书皇帝 提出替换主帅的建议 张丹表示 目前朝堂任用人才需要看资历和门户出身 致使有能力的人无法展示才能 要想成为明君圣主 就得打破这种条条框框 让真正有能力的人担任主帅 就像当初刘邦任用韩信一样 张崇华觉得张丹说得有道理 并根据他的建议 启用谢爱为中间将军前去迎敌 谢爱是一个文武双全 精通谋略的人 他仅用七千人马就将石虎的军队打退 并斩首五千多人 成功化解了前梁的危机 此役过后 谢爱本想在朝堂上大失拳脚 但其他士族见国家危机已经解除 加之谢爱没有士族背景 随后把他排挤出了朝堂 公元347年4月 石虎再次派军队前来攻打前梁 形势对前梁十分不利 关键时刻 张崇华再次启用谢爱前去迎敌 谢爱凭借惊人的谋略 将后赵军队打得大败 此意斩杀对方一万多人 接连失利让石虎非常不悦 当年5月 石虎派大将麻丘和石宁率领12万大军 准备再次进攻前梁 前几次胜利让张崇华觉得 石虎大军并非传言中那般强大 为了提高自身威望 张崇华准备御驾亲征 对此酒精沙场的谢爱全力劝阻 他将自己与后赵军队作战的凶险细节 讲给张崇华听 后者听完后 放弃了御驾亲征的打算 然后任命谢爱为主帅前去迎敌 在谢爱的率领下 前梁将士如下山猛虎 将石虎派来的几路大军相继打退 没人敢去与谢爱正面交战 石虎听闻前方失败的战报后 不禁感叹谢爱的实力 打退石虎大军后 谢爱接连平定了周边一些部落 凭借一连串的战功 谢爱名震西北 此时的石虎已经年余五十 他自知不可能像年轻时一样东征西逃 而手下又缺乏猛将 不能替他开疆拓土 此番攻打前梁失败 让石虎很失望 加之东边前沿不断发展壮大 南边的东晋 有长江天险护卫 一时间 他不再对开疆拓土抱有希望 他打算在剩余的生命里最大限度的享乐 至于是否会透支国力 他完全不在乎 当时西进设置了十九个州 后兆独占其中十个 反途相当之大 石虎命人在国内搜刮各种奇珍异宝 后来民间的奇珍异宝 已经不能满足他的胃口 他组建了一支官方盗墓团伙 专门在国内进行盗墓 将前朝王侯将相们的陵墓挖开 盗取其中的宝物 为了修建园林 石虎在国内征召了十几万劳工 昼夜不停地在夜城周围施工 最终导致数万人累死 眼见一座座宫殿拔地而起 石虎认为自己是苍生之主 他告诉身边的人 除非天地崩塌 否则没人能夺去他的这一切 太子石轩继承了父亲的残暴与奢侈 在横征暴敛方面完全不属于石虎 石轩的弟弟石涛同样如此 不过石轩和石涛二人一向不合 石虎更偏爱年纪较小的石涛 当初曾打算立石涛为太子 后来在大臣们的建议下 才决定立敌长 石涛仰仗石虎的宠爱 越来越不把石轩放在眼里 这让石轩非常震怒 他心生一计 他想先杀掉石涛 等石虎前去平调的时候 再将石虎杀掉 公元348年8月 石涛在夜城外设宴招待群臣 石轩派出的杀手 趁他鸣顶大罪之际 混入宴会将其杀死 第二天 石轩向石虎汇报石涛的死讯 石虎听后悲愤交假 准备到事发地点前去查看 最终被身边的大臣们劝住 派人前去调查 他留在宫中等候消息 石轩见石虎没有前去事发地点调宴 内心十分慌张 他本想找几个人顶罪 但最终被他人告发 石虎得知是石轩所为后 当即下令将其逮捕 并用铁钩子穿透石轩的下巴 让他用舌头舔干净 杀害石涛凶器上的血迹 俗话说 虎毒不食子 但石虎显然比猛虎还要歹毒 为了给石涛报仇 石虎将石轩的头发薅掉 然后拔掉他的舌头 接下来砍掉他的手脚 用绳索穿过他的下巴 将他吊了起来 此时的石轩还有奄奄一息 紧接着 石虎命人降热的肚子划开 挖掉他的眼珠 等他垂死挣扎的时候 又用火把他复制一具 石虎虐杀石轩的时候 让宫中的嫔妃全部来现场观看 在场的人无不胆寒失色 还有一些人被恶心的当场呕吐不止 杀掉石轩后 石虎又下令杀掉了他的妻儿 石轩有一个小儿子 深得石虎的喜爱 石虎平时非常宠爱他 准备饶他一命 但大臣们劝谏石虎斩草出根 以免将来孩子长大后前来复仇 石虎不忍心杀孙 大臣们果断从石虎手中将其夺走 活活摔死 清理完石轩的妻儿 石虎又将东宫所有人全部杀掉 然后将东宫改成了朱眷 隶属于东宫的一万多命的高丽君 被发配到边疆做苦力 经过此番折腾 连续死掉两个儿子的石虎 精神受到了刺激 很快便一病不起 此时的石虎已经54岁 他自知人生大县已至 便着手准备策立太子仪式 石虎手下有一员大将叫张柴 从他的名字也可以看出 此人并非善茶 张柴是个汉人 当初起兵失败投降了石乐 在攻打刘耀的时候 张柴俘虏了刘耀年仅12岁的女儿 安定公主 安定公主长得国色天香 喜出张柴想聚为己有 他为了站稳脚跟 最终献给了篡位的石虎 安定公主深得石虎的喜爱 后生下一子名叫石氏 张柴告诉石虎 此前两个儿子之所以谋反 是因为他们的母亲 都是歌姬舞女出身 他劝石虎应该立一个 母亲出身贵族的儿子 石虎听后认为有道理 便立石氏为太子 公元349年征月 55岁的石虎自知时日无多 他在临死前想过一把皇帝银 便正式称帝 石虎称帝后大赦天下 除了死刑犯之外的犯人都被释放 正在赶往边疆戍边的高丽君 听闻大赦天下的消息后大喜 但不久后 高丽君将士们得知 他们不在此次大赦范围之内 为了防止他们闹事 石虎命雍州刺使张茂将 高丽君的马匹全部没收 并派兵监督他们前往边疆 此时 高丽君将士们的愤怒情绪达到了极点 后来 高丽君头领梁独自称是晋朝征东大将军 带领将士们造反 准备杀回叶城找石虎报仇 高丽君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 在梁独的带领下 他们一路攻城拔寨往东部进攻 沿途不断有人前来投奔 等到达长安时已多达十万之中 面对来势汹汹的高丽君 石虎大惊 随后派出十几万骑兵前去抵挡 但军被打得溃败 眼见高丽君相继攻克洛阳 行阳等地 石虎十分着急 他紧急派出姚义仲前去迎敌 姚义仲是枪族人 战斗力极强 他得到诏令后 带着八千枪族精锐前去应战 在正式出战之前 姚义仲只身跑到叶城 把病重的石虎痛骂一顿 此时的石虎需要依仗姚义仲 不但没有责罚他 反而赏给他上等的铠甲和骏马 在姚义仲的带领下 朝廷军队占据了上风 最终将高丽君打败 石虎为了奖励姚义仲 封他为西平郡公 并特许他可以剑旅上殿 入朝不屈 公元349年4月5日 石虎任命石尊为大将军 任命石斌为丞相 并让他们两人入朝辅政 太子石氏的母亲刘皇后 担心石斌对年幼的石氏产生威胁 便和张柴密谋杀死了石斌 4月23日 十年55岁的石虎寿终正寝 作为华夏历史上最残暴的皇帝之一 石虎一生建立了不小的工业 但他的荒淫残暴 可以将他的工业全部抹杀 石虎的行为不断刷新人类的底线 如此残暴的人能够得以善终 也再次印证了善恶有报 只是一种期许 石虎死后 年仅11岁的石氏登基为帝 由于皇帝年幼 犹太后垂帘听政 为了巩固朝堂地位 犹皇后重用张柴来清除异己 诛杀了一批有潜在威胁的人 但以姚义仲为首地掌握兵权的将军 认为石氏年龄太小 很难堪当大任 便推举年长的石尊取而代之 石尊建将军们都支持自己 便起草席文 以清军策的名义 进京讨伐张柴等人 当石尊起兵的消息传至夜城时 犹太后和张柴商议对策 他们试图用高官后路来拉拢石尊 便下诏任命石尊为丞相 大司马 大都督 并赐予他家九息 相当于把整个国家的兵权 都交给石尊 作为交换条件 石尊还得奉石氏为皇帝 石尊假装答应 当张柴打开城门迎接大军入城后 石尊当即逮捕了张柴 随后将其斩首 并一灭三族 此时的刘太后 已经下得六神无主 她根据石尊的要求 下诏让石氏善位于石尊 石尊假意推辞了几次后 便登基为帝 随后石尊下令 将刘太后母子软禁起来 不久后又将他们杀死 得知石尊称帝的消息后 驻守继承的配王石冲 认为石尊的行为是弑军篡位 遂起兵前去讨伐 石尊命石敏和李农前去迎敌 并大败石冲的军队 兵败后的石冲自杀身亡 他手下三万将士 军被活埋 平定完石冲叛乱后 石尊进一步集中权力 在石敏的建议下 他下令免去驻守 雍州秦州两地的 都督蒲虹之职 蒲虹是石虎的亲信 眼见自己被夺权心有不甘 便派人和晋士联系 如果形势有变 就准备投靠晋士 最终石尊担心 逼反蒲虹 便撤销了命令 在石尊众多心腹大将中 石敏是石尊非常仰仗的一个 由于石尊没有儿子 起兵反叛时 他曾向石敏许诺 只要启示成功 就立石敏为太子 为此 石敏主动请英 为石尊充当反叛前锋 为石尊干脑涂地的效命 但石尊登基称帝后 却改变了主意 最终 立石斌的儿子石衍为皇太子 石尊之所以石衍 是因为石敏 并不是正宗的杰族血统 而是汉人的后代 石敏封父亲名叫冉梁 冉梁祖上世代 都是军中的衙门将 西晋八王之乱过后 天下大乱 冉梁为了谋生路 加入了陈武领导的启活军 在与石勒战斗的过程中 启活军被石勒打得大败 但冉梁因为表现相当勇猛 获得了石勒的关注 最终被石勒留在身边 此时的冉梁年仅12岁 后来 石勒让石虎将其收为养子 石虎将其改名为石瞻 石瞻天生神力 在作战的过程中异常勇猛 凭借战功在军中一路高升 后来 石瞻在跟随石虎前去征讨 刘耀的过程中被杀 石瞻去世后 他的儿子石敏继续跟在石虎身边 石敏的身体素质丝毫不逊于父亲 他也因此得到了石虎的后爱 成年后的石敏跟随石虎东征西逃 凭借惊人的武力屡屡获得战功 后来被任命为游击将军 此前在消灭高丽君的过程中 石敏也立下战功 这一系列表现让石敏逐渐生名雀起 由于从小在石虎身边生活 石敏一直将自己视为血统正宗的石氏宗亲 所以当石尊承诺立他为太子的时候 石敏对此深信不疑 但石尊知道石敏的出身 他不可能将石氏家族建立的王朝交给一个汉人 因此食言 石尊对此并未放在心上 但石敏却一直怀恨在心 久而久之便萌生了武力夺权的想法 石敏为了成功上位 在夺权之前 他开始在军中拉拢亲信 并获得了一众亲随 石敏的举动逐渐引起他人的注意 眼见石敏不断培植亲信 有人建议石尊杀掉石敏 以免夜长梦多 此时的石尊已经动了杀心 公元349年11月 石尊召集其他皇室子弟前去面见郑太后 在郑太后面前 石尊说 石敏已经显现出谋反之心 他建议诛杀石敏 石尊的提议得到了其他人的支持 但郑太后不同意 他说 石尊能顺利登基称帝 石敏功不可没 不能因为他表现出一些骄傲自满 就要杀掉他 由于郑太后的阻拦 石尊便打消了诛杀石敏的念头 当天 石尊的哥哥石剑参加了这次讨论 而且石剑也赞同诛杀石敏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会议结束后 石剑派人前去通知石敏 说石尊准备杀他 石剑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出于对皇位的规觎 想利用石敏之手除掉石尊 果不其然 石敏听闻这个消息后 火冒三丈 他没有坐以待毙 而是当即起兵造反 他派手下大将周成 率领三千人杀入皇宫 然后将石尊杀死 随即又将正太后 太子石衍等一众亲事全部杀死 石尊仅仅继位183天 和当初进城时的风光相比 此时的他比阶下囚还凄惨 杀掉石尊后 石敏并未取而代之 而是拥立石剑为帝 石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 他假意推辞了几次后 便登基称帝 随后他封石敏为大将军 任命李农为大司马 其他参与政变的人都得到了风赏 由于李农等人都是石敏的心腹 朝堂掌控者实际上是石敏 石剑不甘心被石敏摆布 随后派乐平王石包带领士兵 连夜围攻石敏的府邸 对此石敏早有准备 双方士兵打得难解难分 本来这是一场刺杀 最终演变成了火兵 石剑为了不让别人知道 自己是幕后主使 派人将石包等人杀死 后来石剑又暗中联合 其他对石剑不满的朝堂大臣 准备将其杀死 燃敏和石剑两方势力 在皇宫进行了多番战斗 杀得整个皇城尸横遍野 最终技高一筹的燃敏赢得了胜利 他将石剑软禁起来严加看守 为了笼络民心 他下令凡事和他同心的人 可以留在城内 和他不同心的人 可以自由选择是否留下 由于石敏是汉人 此乡命令一出 城内的胡人纷纷逃走 而周围的汉人则入城生缘石敏 这番场景让石敏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 人们只会忠诚于同样血统的人 虽然他很想融入石市宗亲的 但血统上的隔阂 决定了石市宗亲不可能真正接纳他 想到此处 石敏发布了一条命令 只要斩杀一个胡人 文官禁卫三等 武官直接败为衙门将 这道命令被称为杀胡令 此道命令一出 城中汉人像发了风一样 屠杀城中的胡人 一天之内就杀掉上万胡人 与此同时 石敏也亲自上阵斩杀胡人 不论男女老幼 一概成为被诛杀的对象 胡人和汉人的长相有一定的区别 但并不是非常明显 有些身形高大 鼻梁高挺的汉人 也被当作胡人诛杀 在杀胡令的推动下 夜城周围被屠杀的胡人 就多达二十万 为了处理这些尸体 石敏命人将其抛到郊外 任凭野兽吞食 处理完夜城的胡人后 石敏将杀胡令颁发到整个国家 其他汉人将领看到命令后 纷纷拿起武器 对境内的胡人展开轻角 一时间 后照境内的胡人 成为待宰的羔羊 这道杀胡令 不仅为石敏出了一口恶气 也让他获得了众多汉人的支持 此时的石敏野心已经急剧膨胀 内心有了称帝的想法 在古代 称帝讲究顺应天命 他命人翻遍史书典籍 在其中找到一句谶语 内容为纪赵礼 也就是说 赵礼两位皇帝称帝后 他才能做新皇帝 为了顺应这句谶语 他改国号为位 同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敏 此时 李敏并未正式称帝 后照的将军们见形势不妙 纷纷逃离夜城 到其他地方拥兵自重 这些人不但拒绝接受李敏的号令 还在伺机而动 时刻准备出兵夜城 诛杀李敏 后来不断有人率兵进攻夜城 公元350年7月 石坤和张举 集结了七万大军前来征讨 李敏为了立威 他披挂上阵亲自出城作战 并一举将石坤等人打得溃败 此后 又有陆陆续续多路大军前来征讨 由于李敏和李农都在城外迎敌 夜城内部城防出现了空虚 被软禁的石剑 秘密联系 驻守在外地的将领 打算联合他们趁机夺取夜城 但石剑的信被李敏截获 一怒之下 李敏将石剑杀死 随后将石氏家族 不分男女老少全部杀死 这其中包括石虎二十多个孙子 夜城内的石氏宗亲彻底被灭族 此时李敏的声望达到了巅峰 众人怜悯劝他称帝 对此 李敏坚决不受 而是执意要把皇帝的位置让给李农 李农是个聪明人 他知道皇帝之位是个烫手山芋 而且他也知道 李敏只是谦让一下 如果他真的接受地位 恐怕会遭到报复 为了推却地位 李农表示 汉人都是晋氏的臣子 如今晋氏依然保存完好 应该向晋朝称臣 迎接晋朝天子环都洛阳 听完李农的建议后 李敏面露难色 上书令胡牧察觉到 李敏只是对李农谦让 如果真的对晋氏称臣 恐怕会造成新的内乱 于是胡牧劝说大家 说晋氏已经衰微 而且远在江南 没有能力领导群雄统一中原 现在当务之急是称帝自立 将来统一中原后 再迎接晋氏回洛阳也不迟 李敏见胡牧为自己说话 果断抓住了这个台阶 随后登基称帝 李敏称帝后恢复阮姓 名叫阮敏 然后改国号为魏 这段政权被后世称为阮魏 阮魏政权在历史上争议很大 它并未被后世归为十六国之一 现如今 阮敏备受一些历史爱好者推崇 因为颁布了杀狐令 很多人将其视作汉族的救世主 他们觉得 如果没有杀狐令 汉人将被全部灭种 杀狐令之所以能在后世 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是因为五胡乱华时期 各路少数民族 对汉人的迫害令人发指 在各路少数民族中 尤其以石勒所属的杰族最为残暴 他们攻陷城池后 会将城中男性全部杀死 将妙陵女子掳走 供士兵们奸引 如果遇到军粮短缺的情况 会直接杀掉烹石 他们将这些汉人成为两脚羊 客观来讲 杀狐令在维护汉人方面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颁布杀狐令的使民 并不是什么救世主 他只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 他颁布杀狐令的初衷 并非是拯救汉人 而是为了报复自己 不被胡人接受 如果他能成功融入 石室宗亲 被屠杀的对象 可能就是汉人 这样的人算不上民族英雄 更不是救世主 阮敏登基后 第一件事就是大赦天下 然后将跟随自己的人 全部进行封赏 他的搭档李农 被封为太宰太尉 李农的三个儿子 也全部被封为高官 就在大家认为 阮敏即将对外大师拳脚时 他却将屠刀对准了内部 由于李农和阮敏同时并肩作战 他的威望也很高 阮敏称帝后 将其视为头号威胁 便趁机杀了李农和他的三个儿子 除此之外 一些被阮敏认为 对他有威胁的汉人将领 也被诛杀 解决完内部威胁后 阮敏派人向姚义仲 蒲虹等人下达诏令 让他们归顺 但均遭到拒绝 此时的阮敏 虽然占据着夜城 但周围都是胡人占领的地盘 他深感独目难知 于是派人到晋士求援 请求晋士发兵北上 与他一道共同讨伐胡人余孽 对此 晋朝并未做出回应 因为在晋朝内部 他们将阮敏同样视作杀人魔王 是将来要讨伐的对象 肯定不会与其联手 由于夜城内 时事宗亲被阮敏屠戮殆尽 后赵已经名存实亡 之前忠于后赵的各路诸侯 开始各自为战 这其中以姚义仲 朴虹 马丘等人的势力最强 朴虹和姚义仲 为了争夺关中爆发了大战 姚义仲派自己的大儿子 姚湘前去进攻朴虹 结果大败 损失了三万兵马 打败姚义仲后 朴虹自封为大都督 大将军 大蝉鱼 三秦王 此时的他有了自立为王的想法 他在史书典籍中 找到一句草腹硬王的称语 于是改名为浮虹 马丘与福虹关系很好 他见福虹取得大胜 大摆宴席为其庆功 席间 马丘命人在福虹的酒中下毒 想毒死福虹之后 吞并他的兵马 福虹喝了毒酒后 自知命不久矣 他死前将兵权交给了长子福建 福虹去世后 福建接过兵权 当即率人将马丘杀死 就在各路诸侯乱斗之际 驻守乡国的石虎的石儿子石堤 宣布登基称帝继续维持后赵政权 各路诸侯剑后赵政权得以维持 便纷纷前去归附 石堤任命姚义仲为丞相 汝殷王石坤为相国 福建被任命为镇南大将军 都督河南诸军士 稳住阵脚后 石堤命石坤率领十万大军 前去攻打燃敏 公元350年6月 燃敏与石坤在邯郸相遇 此一燃敏将石坤打得溃败 斩杀对方一万多人 当年8月 石坤与其他前来援助的人马兵 何疑处 再次对燃敏发起进攻 结果仍不是燃敏的对手 再次被斩杀三万人 接连大胜让燃敏信心大增 在他风生水起之际 有人劝他应该趁事业 达到顶峰时归顺尽势 为自己赢一个美名 但没人愿意在巅峰时 向他人俯首称臣 这是人性使然 当年11月 燃敏决定 亲率十万大军前去攻打乡国 此时的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准备征召湖人士兵前去作战 为此 他封自己的二儿子 燃印为大蝉鱼 用来统领匈奴士兵 燃敏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单凭汉人士兵 很难和湖人对抗 此举也相当于 间接废除了杀狐令 这也证明 当初的杀狐令 只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 而临时制定的 和民族大义 并无多大关系 对于征召湖人士兵一事 他的部下 劝他不要任用湖人士兵 这些胡人士兵 只是碍于刑事 暂时归附 一旦被他们找到机会 肯定会发生叛乱 燃敏听后 不但没听劝阻 还将前来进言的部下 移灭三族 此后再也没人敢前来劝阻 在燃敏的围攻下 乡国坚持了一百多天 城内已经弹尽粮绝 用不了多久 就会被攻破 危难之际 十堤去掉皇帝的尊号 改称赵王 然后派人突出重围 向前燕和枪族首领 姚义众求救 十堤向前燕承诺 只要他答应前来相救 解围后就会把传国玉玺相赠 此时的姚义众已经71岁 他无力再上战场 但他之前蒙受石虎的恩惠 为了报恩 他派自己的大儿子姚乡前去相助 与此同时 姚义众给前燕写信 请求出兵前去相助 前燕最终答应出兵相救 他派将军越晚与姚乡兵合一处 共同抵抗燃敏 公元351年3月 姚乡 越晚 会同石坤一起集结了十几万人 前去征讨燕敏 起初燕敏派出几员大将前去迎敌 结果大败而归 燕敏一气之下打算御驾亲征 试图以一人之力 同时打退对方三陆大军 但现实很骨感 尽管燕敏自认为是天下无敌 可在三陆大军同时夹击下 他没坚持多久便溃败 在撤军的过程中 卫军出现了严重的踩踏事故 整个军队失去了控制 燕敏见大势已去 最终带着十几个亲随逃往了叶城 就在燕敏打算回城重整旗鼓时 之前前来投奔的匈奴小头领利特康 趁燕敏兵败之际 在叶城发起了兵变 利特康率领军队中的少数民族 将燕卫朝廷的大臣们屠戮殆尽 然后在城中杀了十几万人后 投奔石滴 燕敏的儿子燕印被绑去乡国 石滴直接命人将其处死 利特康走后 燕敏趁机偷偷混入叶城 此时的他后悔不听部下之言 不该收留胡人在军中任职 就在叶城一片混乱之际 石滴派将军刘显前来攻打 燕敏重新组织了城中的残兵 硬着头皮前去迎敌 虽然燕敏已经是强弩之末 但他的战斗实力仍然不容小觑 远道而来的刘显 低估了燕卫的抵抗能力 没有严肃军技 结果被背水一战的燕敏 率领残兵打得大败 此意刘显损失三万多人 更重要的是 燕敏的战斗力让刘显感到恐惧 在撤军的过程中 刘显派人向燕敏投降 为了表示诚意 他承诺回到乡国后杀掉石滴 起初燕敏以为 这只是刘显的缓兵之计 但出人意料的是 刘显回到乡国后 趁石滴不备 直接将其杀死 然后将朝堂大臣 以及石滴的宗亲全部杀光 并将他们的首级 送往叶城献给燕敏 随着石滴被杀 立国三十三年 历经七位皇帝的后照 宣告灭亡 刘显这个意外之喜 让燕敏绝处逢生 他封刘显为大将军 兼任冀州墓 但这两人之间的关系 并未随着后照灭亡 而更进一步 公元351年7月 刘显打着为后照复仇的名义 进攻叶城 燕敏为了稳定局面 新帅大军前去迎敌 直接将刘显打得溃败 兵败后的刘显逃到香国 随后 燕敏直奔香国 将刘显在内的诸多叛乱者 全部诛杀 后照的灭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这其中就包括前燕 石虎在世时 前燕只能屈居于后照之下 燕敏的横空出世 不但灭掉了后照 也让前燕感到坠坠不安 公元348年9月 52岁的慕容晃重病不起 不久后便去世 他去世后 太子慕容晋继位 慕容晋自小在父亲的熏陶下 博览群书 长大后 懂得文韬武略 被任命为安北将军 一直以来 慕容晋对三弟慕容霸 比较嫉妒 慕容晃生前非常喜爱慕容霸 一度打算立他为太子 后来 在群臣的建议下 才立嫡长子慕容晋为太子 当初慕容晃给慕容霸起这个名字 一方面是因为慕容霸生的高大威猛 另一方面也希望他能成就一番霸业 慕容晋登基后 为了打压慕容霸 将其改名为慕容锤 公元352年4月 慕容晋打算对讨伐阮位 得知前燕大军前来讨伐 燃敏决定亲自带兵迎敌 此次带兵前来的是慕容晋的弟弟 慕容克 两军在魏昌县连台村遭遇 燃敏凭借惊人的武力 将慕容克打得大败 慕容克也算是一员猛将 但在燃敏的攻击下 他实战皆败 一时间 前燕将士对燃敏充满了恐惧 慕容克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 相比之下 燃敏则是一个莽夫 为了找到质敌之策 慕容克针对燃敏的作战方式 进行了针对性的布置 并利用燃敏骄横大义的心态做文章 慕容克故意在燃敏面前洋装败退 吸引燃敏前来追击 最终将其引入事先设好的圈套 最终和众人之力将其生擒 随后 慕容克将燃敏绑送到龙城关押 燃敏兵败后 慕容骏派慕容平率领一万精锐前去攻打叶城 慕容骏亲自到叶城附近督战 此时驻守叶城的是燃敏的儿子 燃志和大将军蒋干 当魏军得知燃敏被擒的消息后 城外的魏军纷纷气泄投降 随后慕容平下令将叶城团团围住 此时城内已经弹尽粮绝 城中百姓被困于城内 相互之间展开厮杀 杀掉对方就可以将其吃掉 燃志和蒋干知道 投降后是死路一条 遂下令殊死抵抗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 燃志下令将宫中的嫔妃宫女烹杀 在饥饿面前 将士们都失去了人性 对于同类相识并未感到任何不适 围城持续了一段时间 大将军蒋干派人向驻守在 寿春的晋朝大将谢尚搬救兵 只要对方同意相救 蒋干就会现成投降 但谢尚对此不感兴趣 并没有发兵相救 慕容俊得知蒋干向晋朝颁救兵的消息后 不想节外生枝 他先是命人将囚于龙城的燃敏杀死 然后从别处调兵前来攻打夜城 经过三个月的围困 城内将士坚持不住发生了滑变 打开城门迎接燕军 蒋干见状不妙 在打开城门前带领几个亲随从城墙上放下绳子逃跑 冉至没来得及逃跑被升勤 一同被勤的还有燃敏的董皇后 慕容俊本想将他们杀掉 但为了显示自己政权来自正统 慕容俊在部下的建议下 封董皇后为奉喜军 谎称董皇后将传国御习主动交给了前沿 做好这一系列铺垫后 慕容俊准备正式称帝 公元352年11月 慕容俊自称寿命于天 正式登基为帝 燃卫这段政权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三年 但他给中原带来的破坏力非常之大 燃敏作为燃卫政权的建立者 因为一旨沙狐令 被汉民族无限尊崇 但也因为自身非常残暴 致使后世史书将其归咎为暴君之列 燃敏是一个争议性很强的人物 不过本人认为 燃敏并不值得推崇 后世史书将其归为暴君也并无不妥 以现在官方的主流历史观来看 但凡燃敏身上有一点值得赞颂的地方 都会被拿出来当作民族英雄无限歌颂 他的各种事迹也会被挖掘出来无限放大 如果燃为这种政权继续存在下去 燃敏就会成为下一个石虎 考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